好我們先翻回到那個55頁 55頁呢就是我們上次在講這個都普樂校園的時候 我們講了就今年的考試問題 那因為我昨天下午把那個11學測物理部分全部把它錄完了 那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要如果做完你覺得還是有一些小問題的話 你可以到那個YouTube上看一下這個解答 那這邊我有用電腦模擬了一下下 那我跟你講其實前面學測的部分其實跟這個分科測有一點像 就前面的部分都很簡單 大概60題裡面前面45題應該都是屬於基本題 男是男在後面的這個十幾題 那像我覺得教授我說過就教授耍箭的地方就是 課本沒有講過的東西他就直接把公式給你 所以他等於是說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頻率的變化呢跟速率怎麼樣近似乘正比 以前的課本會推倒這個事 以前課本有講過這個問題 那這問題其實在以前都不得現在算是很困難的問題 為什麼很困難的問題呢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兩個步驟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先怎麼樣你要先發出這個聲音 好那撞到這台車子呢 再反射回來 就先發出 再撞到以後再反射 以前會去算說接收到的頻率到底多少 那這個因為高二高三的東西就是把它量化 就是要算計算 基礎物理就是不算計算 就是把計算的部分把它拿掉純屬嘴炮 但是問題是這個題目很多人就會踏出共固的一步 為什麼共固的一步呢 因為原來這是波源沒有錯 波源發出 你現在撞到他 他現在再反射回來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反射回來 他問你說他接收到多少 所以接下來第二步他不是波源 他是觀察者 所以其實這是觀察者 這是波源 所以他這樣子發出聲音問你說 他接收到的頻率到底是多少 你懂什麼 第一步的話他是波源 他是觀察者 這樣子靠近 然後第二步的話是他過來 是他過來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個東西顛倒過來的話 就是說你把它寫成說 這是S這是O的話 好那我先告訴你 你這樣子看的話 基本上整個答案通通不會對 答案通通不會對 所以你說老師他波源不是第一個嗎 對沒有錯 可是他現在講第二步驟了 就是反射回來以後我接收到的頻率 就是我發出頻率撞到他 他再反射回來以後我接收到 你懂什麼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卡在說我不是波源發出嗎 對這樣子你這樣子做就隔了 你知道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難就難在這裡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當然結合了一點生物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教授出題目呢 就是圈圈叉叉叉叉叉叉 那各位可能將來要面對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數字都不會湊得很漂亮給你算 那換個角度說 自然界也沒有說一定要湊個數字 很漂亮給你算對不對 自然界本來就是變化多端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55頁 這個圖就有點嚇到你知道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前面的題目數字都沒有錯過 都必須要估算 都必須要估算 所以各位要加油一下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這樣子 老師怎麼不會整除 怎麼算出來的數字很奇怪 你會覺得怪怪的對不對 以後你要習慣 自然界的數字都不會是那麼的漂亮 所以大概是多少 對不對 比如說他那個高頻算出來呢 大概是1.6左右 1.6怎麼辦 同學你要選10還是1 你說1.6跟1跟差很多啊 哪有差那麼多 10跟1.6跟10跟1比起來 那當然選1啊 不是嗎 對不對 那比如說 FS算出來是0.125 0.125你選什麼 總不會選1吧 總不會選10吧 0.125也是選0.1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有一個估算能力 這個一定要assari一點點 那我這邊有幫你重新模擬了一下下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他所謂的低頻高幅高頻低幅 就是低頻的就是 這線條有點細你知道對不對 就是正幅比較大 但是頻率比較小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正幅比較小 頻率比較大 合成以後就變下面這個圖 就是教授想要表達的啦 教授想要表達的就是類似像這個圖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實際的圖 你看這是電腦模擬出來的圖 電腦模擬出來的圖 其實跟上面是不是有點像 可是電腦模擬出來的比較規律啊 可是現實世界出來的圖 比較不規律 那怎麼算呢 就是用手慢慢算嘛 就是慢慢算 不然咧 小朋友說 老師啊 你在開玩笑嗎 沒有就是慢慢算 就是慢慢算 就是用手慢慢算 對不對 而且算個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要加油一下 所以題目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 這個背後的解題邏輯 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樣 但是考古題我覺得還是要做了 那只是說 這個題目當然教授我覺得是 有一點耍見 就是故意考個 以前在舊課綱裡面很困難 很困難的問題 來 同學 那我們繼續翻回到怎麼樣 翻回到第84頁來 來 那這個 我們先翻回到這個前面來好了 來 我們翻回到這個第79頁 來 那我們上次講到怎麼樣 講到76、77頁 就是所謂波的干涉 那什麼叫干涉呢 干涉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波的疊交 那我先告訴大家一下下 這個波我們其實最重要的 我們要分做四個了 一個就是反涉 一個就是折涉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干涉 另外一個就是繞涉 另外一個就是繞涉 另外繞涉 那這個應該是什麼樣 應該是歸類在裡面 那我告訴你 干涉呢 繞涉有一種東西 其實我們叫做散涉 應該這樣說了 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叫散涉 那折涉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色散 但原則上就是反涉、折涉、干涉、繞涉 但是我們的干涉有分一度空間、二度空間 那其實你翻回來76頁、77頁 這個就是屬於一度空間 就是直線上的結果 對不對 直線上的結果就是一度空間 那我們上次講1加2 往上1、往上2加起來往上3 往上1、往下2加起來就是什麼 加起來就是往下怎麼樣 往下這個1 那我們有相掌性干涉、相消性干涉、破壞性干涉 這個完全破壞性干涉 點點點 好 這個是屬於干涉裡面的基本的概念 可是我們竟然到79月就是二度空間的干涉 那昨天呢 這個進度班 下午進度班 我們就要再繼續看到二度空間就是平面波 好 平面波呢 簡單說一度空間就是什麼 你講的這個一圍呢 其實就有點類似說 這樣的波 加上怎麼樣 加上這樣子的波 它到底會變什麼樣的波 而且要分同方向、反方向 可是二度空間的話呢 就不是這樣子了 二度空間有點類似像這樣 好 這是S1 這是S2 對不對 這樣子疊加 這樣子疊加 好 各位 仔細體會一下 其實都是干涉沒有錯 但是這是一度空間的干涉 這是二度空間的干涉 那二度空間的干涉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過 中間這裡其實就是所謂的負線 這是負線 然後第一負線、第二負線、第一負線、第二負線 對不對 那基礎物理沒有叫你去算 但是我們這個高三的話 我們就要去算PS1-PS2 整數被波長 解線有幾條、負線有幾條 基礎物理倒是沒有這樣算 所以基礎物理本身就是高二高三濃縮版 那當然如果你說高二高三學過 那再回來看這些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那你說高二高三都沒有學過 你回來看基礎物理問題 你就發現媒體都有問題 而且這個東西你不一定百分之百想得通 那我覺得教授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會的人就是像老師當然會覺得這種題目還OK 但學生就會覺得這種題目 到底是要釀看還是釀看呢 對不對 到底是要釀還是釀 就會比較猶豫不決一點點 這個教授把大家都想了說 我看完立刻就懂了 看完立刻就懂了 每個都可以推理 每個都可以推理 我們讀書幹嘛呢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寫F的MA、E的MC平方下課 對不對 剩下自己推 F的MA剩下就自己推理了 是不是 幫他下去 來同學 那這裡我們要繼續把它延伸 來這是水波 如果換光波呢 來同學這裡裝一個屏幕 對不對 這裡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中央亮紋 第一亮紋 第二亮紋 第一亮紋 第二亮紋 對不對 來如果改成電子的物質波呢 那就是變機率了 量子力學 所以這裡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出現機率 也就是說出現這邊機率比較高 這邊機率比較高 這邊機率比較低 機率高機率高機率低機率低 所以呢 水波光波電子的物質波 一次幫大家解決一下 所以我跟你講 讀書你要有個清楚的架構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 波就是這樣子啊 反射則射 乾射繞射啊 對不對 那乾射呢 又分一度空間 二度空間啊 對不對 你又可以分什麼水波的乾射 深波的乾射 光波的乾射 電子物質波的乾射 但是原則上都是什麼 都是相同的這個概念 來同學 那我們繼續來看 那第84頁呢 我們上次有講過 這個就是所謂的 陽格雙霞凤乾射實驗 就是直接把水波換成光波 換光波的話 你最後出現這個屏幕 屏幕上就會出現怎麼樣 出現類似像斑馬線 所以你看第84頁最上面 就後面出現類似像斑馬線 這個斑馬線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負線 跟屏幕呢 這個相交 一條一條的 就是亮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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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底下呢 這裡有模擬一下下 這個84頁中間這裡 有水波槽嘛 對不對 波峰加波峰是不是亮 對不對 再來波峰加波谷呢暗 好 波谷加波谷呢亮 波峰加波谷暗 波峰波峰 那底下就是水波槽的圖 可是來第85頁 那這個教授我說 就是耍劍你知道嗎 對不對 底下31題96年學者 他沒事給你考個助波 那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基礎物理沒有特別提到助波 沒有特別提到助波 你說 好 那教授怎麼會考助波呢 就考一題 對不對 教授說 這個就波的疊加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上過進度班 你就知道 助波基本上就是反射 波的反射 跟波的干射 所疊加出來的 所以教授呢 沒有講過助波 他等於說 你不會推理喔 你不會以此類推 幹嘛呢 讀書幹嘛 是不是 我覺得這教授 都不食人精英 每個都推理嘛 扒下去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基礎物理課本 其實並沒有講到助波 但是呢 誒 教授沒事就給你怎麼樣 沒事就給你搞個 搞個這個波的疊加 你知道嗎 來 你先看31題 所以教授說啦 你看 我條件給你了嘛 如圖甲 宜 是T等於0 兩個行進波 那正幅是A 波長是Lambda 周期是T 那這個相同 但是行進方向相反 他們各點政府相加 形成一個助波 所以教授就很雞巴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教授就是當場給你一個條件 課本沒有講 當場給你條件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兩個相反方向前進的 兩個相同收集波 他的疊加就會變助波 然後什麼叫助波 不知道 對不對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念過高三的同學 他光看這句話就知道 什麼叫助波 他知道什麼叫樂器的基礎 對不對 所以教授我覺得也是 圈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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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所以有時間 我希望大家還是 這個上一下這個進度班 那我說過了 因為今年的分科車騎考 其實有點困難 但是換個角度說了 這明年考分科車騎的人數 一定銳減 那當人數銳減的時候 其實就表示你入取率 就是比較高了 而且我給大家看一個 簡單的數據 就21號公佈的一個數據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物理基本上 只要82分以上 就是60幾分 物理只要82分以上 就是60幾分 那82分以上就是60幾分 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說我們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就是大概6題你可以放棄 對不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考試的時候呢 有時候不要太執著 你看數假呢 數假84.78以上就是60幾分 那意思就是說數學 數假進去呢 你只要看到最難的題目 就把它放棄3題 那3題不要做 滿幾分 那化學比較激巴 因為化學太簡單了 所以不用補了啦 你化學不會 要不然是有牆 要不然自己去撞 欸化學你看96耶 對不對 化學 欸前1%平均96 化學成績高到爆你知道嗎 對不對 物理最低 842.16 842分 各位 842分幾乎你可以放棄6題 你說到時候考試 我跟你講 你說老師 你開學的時候 斷考試試看 模擬考試試看 6題難題通常不要寫 欸 滿幾分耶 是不是 欸我覺得這很划算耶 你不覺得嗎 對不對 以後難題全部跳過 基本題做一做 欸 這樣就60就滿幾分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其實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知道嗎 我們不一定 我們不要從很樂觀 或很悲觀的觀點來看 很悲觀 說啊這麼難 對不對 對 是難沒有錯啊 欸 可是機會就高了啊 對不對 而且6題不要寫啊 對不對 還可以滿幾分 我覺得這滿爽的 你知道嗎 好所以31題你看 他就講了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兩個相反方向前進的 兩個相同酬極波 疊交叫助波 來 各位 完全沒有念過高山 人家什麼叫助波 也不知道 那教授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會當場判斷推理一下嗎 他說如土柄 T等於2分之T的時候 助波的波形會變怎麼樣 好 各位 教授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有個甲 對不對 波峰波谷 波峰波谷 這個往右 來 這裡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乙 它也是波峰波谷 波峰波谷往左 好 各位 那疊加以後呢 來 同學 這個就是我們講 一度空間的疊加 更大的波峰 更大的波谷 更大的波峰 更大的波谷 好 這就是所謂的 這個疊加 它意思說 沒關係嘛 那不要講 我們就直接考疊加 那半個週期變怎麼樣呢 好 各位 半個週期 那按照題目的要求 這兩個波是反方向前進 所以 它會變成 波峰波谷 波峰波谷 波峰 往 這樣也可以 就是往右傳 好 各位 那左邊這個往左傳 那就是波峰波谷 波峰波谷 波峰 好 這個往左傳 就是這個波峰走到這裡來 這個走到這裡來 好 這個呢 走到這裡來 好 這個呢 這個走到這裡來 好 疊加一次 各位 疊加以後變什麼 你看波谷加波谷 不是更大的波谷嗎 對不對 那波峰加波峰 更大的波谷 當場看啊 對不對 當場看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 來 ABCD呢 選哪一個呢 ABCD就選什麼 就選B嘛 就選B嘛 對不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要考甘涉 我就是要考甘涉 對不對 但是沒有 可是課本沒有講過駐播 對不對 沒有講過駐播 來 同學 那我上面有一個QR Code 來 那我現在就來模擬給大家看一下下 什麼是駐播 高三我們就要算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樂器的基礎 而且駐播我們講還要分三種 對不對 來 同學 駐播的定義呢 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子 就是兩個相反方向前進的兩個相同周期波 疊加叫什麼 疊加叫駐播 好 各位 兩個波開始疊加 那疊加以後你發現它是不是原地上下震盪 對不對 各位 它不會前進 它就上下震盪 所以教授考的就是這樣 這樣 我原來是這樣 經過半個周期呢 來 經過四分之一周期 就會變成這樣 那它有可能考四分之一周期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它底下選項ABCD四個其實都有可能 這ABCD四個其實都有可能 好 各位 那如果說再進來半個周期就變這樣子 所以就是原來是往上 半個周期就是往下 它就是要考你這個 但是其實這個駐播是上下在動 它是有兩個相反方向前進的兩個相同周期波 它的疊加叫什麼 疊加叫駐播 了解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多學一點點對你的這個學測考試 其實是有幫助的啦 你沒有多學那麼一些些對不對 那考試我當場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這考試其實非常非常容易 容易創賽 我們等一下就會進入到第五章 黑體輻射也是一樣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課本沒有講黑體輻射 今年考試考黑體輻射 教授就是很急巴 對不對 我等一下告訴你 他有點類似說 我條件都給你 也就是沒有超出範圍 所以記者問我說 邱老師會超剛嗎 我說就算超剛 大小中也不會承認超剛 有沒有超出課剛 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 大小中心也不會承認超剛 那記者就好 好各位 所以這個還是屬於 一度空間的疊加而已 只是基礎物理課本 沒有講到這個東西 好來同學 那我們翻過來 來86月 接下來我們上次有講到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繞射 那繞射這個東西非常抽象 就是要從海根誓源裡 開始說起 好那我們講了 這個基本上 波前上的任何點 都可以當著新的點波 發出這個球面波往外傳遞 新的波前 就是這些波前的疊加 來同學 那繞射呢 來翻過來第88月 我們的繞射分做怎麼樣 分做一二三四 繞射的部分呢 我把它分做怎麼樣 分做這個四種 來就是經過缺口的繞射 大缺口小缺口 大障礙物小障礙物 來同學 那你看我這裡一下下 這個呢 波這樣子過來嗎 我們上次提到過 每個點都可以當著新的點波 也發出全面波 你說老師 So what呢 來各位問題就出來這裡了 來如果說 你呢 現在有一個大的缺口 就是這樣過去 這很直覺 沒有問題 好各位 可是呢 如果說 這個波這樣子過來 好 如果你經過小的缺口 那按照牛頓的唯利說 對不對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同理類推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 它出來的會變成是原型波 那你說老師 左邊沒有任何原型波 你有看到原型波的特性嗎 沒有啊 但是海根士就告訴你 你為什麼沒有看到 太多原型波叠加 太多原型波叠加 原型波的特性 反而凸顯不出來 我常常講 周杰倫去參加合唱團 那周杰倫的特性 都凸顯不出來 你告訴我一件事 一萬個人唱歌 媽你的特性怎麼凸顯出來 對不對 你一萬人唱歌目的是什麼 加大政府 對不對 所以有一天我突然頓悟了 那管弦樂團為什麼要那麼多小提琴 為什麼要那麼多人做同一件事情 八句 古代沒有麥克風 對不對 古代沒有麥克風 所以怎麼樣讓後面人聽得到 就多一點人談 加大政府 對不對 所以其實管弦樂團根本沒有必要 你知道嗎 現在有麥克風啊 一個人就好了 對不對 小提琴一個人 每個都一個人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人 噗 把它去爛魚充數 對不對 如果十個人去拉小提琴的話 那我也去拉 你知道 我就把弦剪動 做動作 其實你也不會發現 左邊就是這個 但是我先告訴你喔 其實邊邊也有一點繞色的圖案 邊邊也有 只是不明顯 所以我們嚴格來講 不能說他沒有繞色 其實都有繞色 繞色一定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只會說 繞色明顯跟繞色不明顯 你懂得說 我們只會說繞色明顯跟繞色不明顯 所以你看一下88的格子 我這邊就分兩個 一個叫繞色明顯 一個叫繞色不明顯 因為繞色一定是存在 只是說這個特性會不會被凸顯出來 來各位牛頓的威力說 他沒有辦法去解釋這個現象 那繞色呢 另外一種就是經過障礙物的繞色 好 你現在撥這樣子過來啦 對不對 你遇到一個大大的障礙物 好 旁邊過去啊 對不對 旁邊過去 那我先告訴你 中間的部分會擋掉 中間的部分就是所謂的陰影 影子 陰影 對不對 好 來 各位 那這裡呢 我們這樣子說 這個東西就是反射比較多 因為能量過不去嗎 就回來叫反射 那這個東西就是繞色比較少 反射多的意思就是繞色比較什麼樣 繞色比較少 來 同學 那能量手文嘛 很簡單 我們講 播嘛 要嘛就是過去要嘛就是回來要嘛就吸收 但是來 我剛講過 如果我們要強調的是 你撞到以後 其實有可能會像四面八方 因為點播文本來就像四面八方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特別去強調四面八方的話 那我們就會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散色 就是散就是分散發散的意思 如果你像四面八方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散色 所以散色這個不是算播的一種 怎麼講 一種獨特的性質 他只是說要強調說 繞色不過去的時候 繞色不過去的時候 你張又大的時候 他就會向四面八方發散 所以叫散色 所以我才把散色寫在繞色的後面 但是我們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你自己要先想清楚 好 就向四面八方發散的 我們特別給他一個名字叫散色 那就是化學裡面講的Tinder效應 來 同學 如果播這樣子過來 好 你只經過一個小小的障礙物 對不對 就像我講 合唱團少一個人 其實你也不會發現 對不對 周杰倫先生要合唱團 他呢 沒有來 其實你也不會發現 對不對 他在你也不會發現 不在你也不會發現 所以就繞色過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叫什麼呢 叫繞色比較多 或者我們叫做繞色明顯 繞色比較多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反射會比較少 反射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說這叫繞色明顯 繞色不明顯 繞色明顯 繞色不明顯 可是繞色明顯不明顯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來 同學 像這個缺口大大於波長的時候 繞色不明顯 那當這個缺口接近波長的時候 繞色明顯 當這個障礙物呢 大大於怎麼樣 大大於波長的時候 繞色不明顯 來 同學 當這個障礙物呢 接近波長 或者是小小於波長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繞色怎麼樣 繞色明顯 所以繞色我們這樣說明顯不明顯 體會一下下 我等一下再舉幾個例子告訴大家 也許各位就更容易去了解了 來 同學 那88我這裡已經幫你畫好了 其實 這個左上左下 對不對 中間左邊中間右邊 其實就是我黑板上畫的 12344個圖 那老師最後兩個圖是什麼 最後兩個圖就是要再強調尺寸這件事情 來 最上面有一句話 尺寸 那尺寸呢 你要講尺度也沒有關係 因為英文裡面呢 就叫做scale scale 那基本上你說老師 這個東西繞色不過去啊 對 那我問你問題 怎麼讓它繞色過去 各位 尺度是相對的 這scale是相對的 所以這個東西這麼大啊 對不對 你怎麼讓它 你現在這個東西這麼大啊 你怎麼讓這個波繞色 簡單 加大波長嘛 各位你把波長加大 它一樣也可以繞色過去啊 對不對 因為就是這是相對的嘛 是不是 相對的 所以你說老師怎麼繞色過去啊 波長加大 所以我最後一個圖 其實就告訴你說 對不對 右邊那個 你只要把波長加大 它一樣可以繞色過去 所以波長越大越容易繞色 這概念要有 波長越大越容易繞色 所以這可以回頭來解釋一個問題 你記不記得我教你背過啊 紅光波長是比較長 對不對 所以紅光容易繞色 紅光波長長容易繞色 它借值中數率會比較快 借值中數率會比較快 好 來同學 那我們先翻到過來一下下 來90頁 來32頁 來我們上次講的這個 第一題第二題 來我們先再看一次第二題 來第二題 它102學冊就講 唐朝王為失蹤寫道 空山不見人 但為人與想 山林中看不到人 卻可以聽到樹林間對話 原因是什麼呢 聲波速率比光波大 故沒有看到人可以聽到聲音 那B呢 聲波能量比光波還要大 故可穿透樹林傳出 C聲波的波長 與林木間距的尺度較為接近 故容易發生繞色傳出 D聲波的頻率比光波大 故有較大的機率傳到觀察者 E呢 聲波的波長比光波短 故容易呢 穿透 這個從樹林傳出 那我跟你講 考試呢 我剛剛講 基本題掌握難得怎麼辦 難得我們現在就是用各種方法去猜了 第一件事情 我說過 這個猜題法則第一個 你如果考射的時候都沒有念過對不對 我教你 你猜那種專有名詞最多 字數最多 結構最複雜 那看不懂的 對不對 C繞色幹媽的 死老百姓知道什麼叫繞色嗎 不知道啊 牛頓知道什麼叫繞色嗎 不知道那就選繞色啦 對不對 牛頓知道樹林嗎 會 那就不用選 牛頓知道能量嗎 那不用選 牛頓知道繞色嗎 不知道 那就選繞色吧 對不對 它有個尺度耶 字數最長啊 我說不管怎麼看 答案都是什麼 答案都是C 那再來就是反面做法 反面做法就是 ABD都錯 為什麼ABD都錯呢 來第一個 聲波的速率比光波大 聲速怎麼比光速大 聲速300多公尺耶 光速是30萬公里耶 對不對 選A的直接撞牆 對不對 你怎麼選A你告訴我 絕對不會對啊 B 他說聲波能量比光波大 那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其實在舊教材裡面 會講一個東西 零分貝 零分貝不是聽不到 注意喔 國中學過零分貝不是聽不到 那是我們聽覺一下線 每一秒鐘 每當位面積10的-12磅 這是小到爆米 對不對 所以你有聽過聲波發電機嗎 沒有 以前舊教材裡面 我會算一個問題 就是你對一杯水講話 多久會沸騰 你知道你知道 沸騰沸騰沸騰 10萬年就沸騰了 假設D 水不會蒸發 熱量不會散失 你都說 點點點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告訴你 聲音這個東西 在我們生活中 能量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所以不太可能是B 那D呢 他說聲波的頻率也光波大 各位我們講話是不是20到2萬克 可是你看聲音的頻率多少 光的頻率是波數除以波長 波數是3乘上10的8次方 你的波長是4000i 4000乘上10的-10 這個翻上去大概在10的15次方左右 那怎麼可能聲音的頻率會比光波來的大呢 對不對 來接下來你說 聲波的波長比光波短 來這個其實也不對 光是不是4000i 那聲音的波長多少 好各位波長是不是叫波數除以頻率 對不對 那聲數我們湊個整數300 我們因為考試沒有計算機 你不用算得太仔細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說20到2萬K 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湊個整數30好了 那如果是30赫的話 基本上波長大概是10公尺左右 你看可見的波長是不是很短 聲波的波長是不是很長 對不對 那我問你聲波的波長很長 所以它容易繞射 聲波的波長很長 所以容易繞射 光的波長很短 它繞射不過去 來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光遇到樹怎麼辦 來同學你看 假設我把這個東西改成什麼 改成樹 我這裡東西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棵樹 空山不見人 當人人與祥 那我來問大家 你覺得樹大概有多寬 我覺得樹大概有一棵樹 好啦不要神木好不好 20公分好不好 20公分嗎 我問你聲波的波長是 10公尺 同學聲音是10公尺 樹是20公分 所以聲波一定可以繞射過樹 所以樹擋不住聲音 因為這個東西遠小於聲波的波長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樹擋不住聲波 所以它才會說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與響 對不對 因為聲音沒有辦法擋住聲波 樹不能擋住聲波 因為聲波波長遠大於它 尺度遠大於 是不是 可是不一樣 你這棵樹是20公分 對不對 光波長 4000i 光是4乘上10的負7次方公尺 各位 4乘以10的負7 是不是 遠小於這棵樹 遠小於這棵樹 就會產生影子 所以你看不到 但是聽得到啊 所以你看很神奇喔 很神奇喔 這個東西幾乎所有人都會猜錯 為什麼這個要再講一次 對不對 如果我問你說 為什麼看不到樹 樹可以光擋住 但是擋不住聲音 你又回答什麼 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因為繞射 你講得出來嗎 各位 我想很多人可能會猜反射 會猜折射 可是不對喔 你為什麼樹擋不住 為什麼在棵林中 看不到人 但是聽得到聲音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來 播的哪一種 反射 乾射 折射 繞射 答案是繞射 你看幾乎沒有人會寫這個答案 對不對 但答案就是繞射 為什麼看不到但聽得到 因為繞射 因為繞射 很神奇吧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今天性能遇到我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高中老師說 海根水里太抽象了 跳過 對不對 你們高一老師不太會去解釋繞射 因為這東西很難解釋 所以一般老師通常不解釋 不然我來民意調查一下 弟弟 高一的時候有沒有印象 老師怎麼講繞射 老師有沒有講海根水里 所以我告訴你非常白爛喔 答案就是繞射 沒有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看不到但聽得到 因為繞射 很神奇吧 你們都不會回答這個答案 但答案是繞射 來同學 那32題第三題 107學測 那我們上次有沒有講過這一題 對不對 來再快速看一下 那如圖石 光沿著水平方向前進 經過一個不透光的擋板 這個M垂直照在牆壁上 對不對 我們好像講過這一題對不對 那光在這個N上的這個亮度怎麼樣 來各位你看 他說因為繞射 可能近乎歪小 對沒錯啊 繞射啊 是不是 同學你看 你看你這個障礙物這樣子啊 波這樣子過來啊 我剛剛講了嘛 這邊也會有繞射啊 這邊也會有繞射啊 對不對 所以答案在一本上 我剛剛講了嘛 因為我們上次第一次看 我沒有講這個細節 但是呢 這裡還是有繞射啊 繞射一定是存在的啊 對不對 A對啊沒有那麼問題啊 A絕對對啊 B他說折射進入歪小領巴下去 他說不透光 不透光怎麼折射 你告訴我 對不對 B是絕對錯的啦 絕對錯的啦 是不是 C 來這就是我剛剛講 波長越長 往下偏小一點的角度越大 對 為什麼 因為波長越長 繞射一定是越明顯 懂了是嗎 對很抽象對不對 波長越長 廢話啊 不然怎麼叫波 對不對 一定是波越長 乾射繞射越明顯 不是嗎 對不對 我們後面會看到一個東西叫 波粒的相性 C一定對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如果你都沒有學過這個 其實每個選項你都會選怕怕的 都會選怕怕的 可是你學過高山的東西 這問題沒有任何爭議 這個沒有任何爭議 來 同學 第一 因為粒子性呢 延遲線 這個Y小0的亮度0 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同時具有波粒二相性啊 對不對 它具有粒子性也不代表它沒有波動性啊 對不對 那波長越長呢 當然是波動性越明顯 來 至於一選項 頻率越高 能量呢 越大 往下偏的角度越大 這絕對不會對 因為頻率越高 波長就越小 波長越小 波動性越不明顯 所以偏到下面的角度 一定是越什麼 一定是越小 你懂的是嗎 所以這個題目沒有任何爭議 就是A跟C 好嗎 至於第一題83年學測 波的哪一個特性 傳播能量動量 對啊 乾射繞射 對啊 對不對 只是繞射乾射比較不容易解釋 那遇到不同的介質有反射折射 對 傳遞波動的介質會隨著波傳播出去 不對 好來同學 所以答案就是第一錯 不過呢 來我們翻回來 來第89頁 好各位 可是這裡有個東西 這個就真的有點麻煩了 真的有點麻煩了 來 我們講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繞射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拿光做實驗會發生什麼事 各位 我們現在看不到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不到這個中間這個部分 因為平常的空氣其實沒有那麼大的粒子 對不對 沒有所謂的所謂的停德爾效應 所以其實你拿光去 你拿水波做實驗會看到這個圖案 但是你拿光不會 那這東西怎麼推呢 來同學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結果 我現在告訴你結果 因為這個公式不好推 這公式不好推 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 我解釋老半天呢 你可能還是不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你先相信我 我圖幫你畫在底下 如果是拿光來做實驗的話 各位它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中央亮文 第一亮文 第二亮文 第一亮文 第二亮文 它的圖會變這樣子 來所以同學 我們在最下面的地方 我先告訴你一下下 這兩個小結果你把它記一下下 小結果你把它記一下下 好如果是光波的話 來同學 現在假設兩個小缺口 兩個小缺口這樣子過來的話 它就是我們剛剛講水波槽 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對不對 好你可以簡單再畫一下下 它就變成是類似像這樣 中央亮文 第一亮文 第二亮文 來因為這考試的時候 模擬考會考這個東西 那我先告訴你 這是乾色 這是乾色 光的乾色圖會變這樣子 但是光的繞色這個圖會變這樣子 來同學它有什麼樣呢 它有幾個特色 來不太一樣 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是光的乾色的話 那我剛剛講就是類似像斑馬線 它是等亮度等間隔 來同學 它是等亮度等間隔 好同學 但是如果換成怎麼樣 換成繞色的話 那不太一樣 那它會經過一個很複雜的疊加 複雜的疊加 它會變中央特別亮 而且特別寬 隔壁的亮度呢 比較窄 而且這個亮度會怎麼樣 亮度會逐漸遞減 亮度會逐漸遞減 來同學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這個可愛的小照片 也許各位會比較容易理解一點點 那這個小結果要記一下 就是光的乾色跟光的繞色 做出來圖案不一樣 而且某種程度來講 這個差怎麼樣 差有一點多 好 來同學 這個繞色它出來的圖 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那我快速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像怎麼樣 像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圖 這個圖其實就是要描述 我剛講尺度這個問題 這個好像有點小 其實跟書上的圖是一樣 就是這個缺口越小 繞色越明顯 缺口越大 繞色越不明顯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這個你就懂了 對不對 好各位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可愛的小照片 好了 圖片好了 最後我們要來ending一下下 光的部分這個我們要來ending一下下 但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進度班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章節 叫物理光學 物理光學 物理光學會特別來討論這個問題 好就是如果是怎麼樣 如果是這個所謂的繞色的話 繞色的話 它出來的圖會類似像這樣 就是中央會特別亮 那旁邊的亮度會逐漸地減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繞色 這是繞色 來同學 那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乾色 那乾色就比較簡單 乾色就是像斑馬線一樣 乾色就像斑馬線一樣 就像這樣子 好 所以你們先記一下這個結果 我在書上畫的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乾色就是等亮度等間隔 而繞色就是中央亮紋特別寬特別亮 隔壁的亮紋會逐漸地減 所以考試會考這個 考試會考這個 而且它跟怎麼樣呢 它跟這個狹縫的形狀也有關係 我們最後再畫一個東西好了 好各位如果是怎麼樣 如果是左邊的話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這個就是雙狹縫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單狹縫 好如果考試模擬考 因為模擬考的時候 很喜歡考一些那種高山的東西 你知道對不對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狹縫的話 出來的圖會變這樣子 兩個狹縫的話出來的圖會變這樣子 單狹縫出來的圖會變這樣子 雙狹縫出來的圖會變這樣子 雙狹縫出來的圖會變這樣子 老師那為什麼單狹縫這樣 單狹縫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解釋 是因為這裡要當作無限點 無限多個點部分去疊加 這要當作無限多個點部分去疊加 疊加以後我們會去討論 推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討論的過程大概20分鐘 但很難理解 但是對於這個基礎物理考試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所以你是要稍微記一下結果就好了 高山我們物理光學會去證明說 為什麼這個圖會變這樣子 為什麼會證明出這個圖會變這樣子 好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我想乾涉繞涉 各位要小心 因為這考試會考 但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 當然我覺得考試的缺點就在這裡 缺點是什麼呢 其實你假設一個完全沒有學過的人 對不對 其實他亂猜有可能會猜對 亂猜有可能會猜對 所以我說你們現在考試 因為沒有到控 所以古代為什麼要倒扣就是這樣 就是你不要亂猜 亂猜懲罰你 對不對 可是現在沒有倒扣的情況下 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假設這個人不會 他亂猜其實還是可能會曬刀 對不對 用合理的方式去猜 來 同學 那接下來91頁 來 那我們來補充一個問題 那我們 電磁學光學就講完了 電磁學光學就講完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開始來看 這個所謂近代物理這個部分 那 為什麼第90頁我要列個東西 叫進階補充 進階補充 好 這個關鍵就在哪裡 關鍵就在於 教授就是耍劍 那我們講七個國際標準單位 來 同學 你知道七個國際標準單位 哪七個嗎 七個國際標準單位 哪七個呢 來 同學就是什麼呢 就是公尺 公斤 苗 讚 對不對 再來就是凱斯溫標 物質的量 墨額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安培 六個嘛 來 同學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燭光 燭光 那以前的舊教材裡面會特別講燭光 但是燭光太難解釋了 所以星刻鋼就直接把它刪掉 也不見為盡 對不對 好 問題刪掉以後會不會考 幹 教授照考你知道嗎 對不對 來 你翻過來一頁 來 你看 所以我說基礎物理很難準備 就這樣 拉哩拉扎 你看33頁 人類光源發光效率如表二所示 其中流明呢 是經過人類視覺效率調整 你考燭光光沒流動 幹 你有考流明 課本是有講流明嗎 沒有 燭光三調怎麼講流明 老師 這裡怎麼又跑出一個叫流明呢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教授就是雞巴了 來 所以同學 你把它寫在92頁下面 我先快速 其實不用耶 91頁下面 來 90頁翻回來 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巨大的表格 我講一次給你聽 講一次給你聽 你努力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比繞色還要再抽象 因為生活中 過去你們學過的東西裡面 完全跟這個東西都沒有任何關係 而且它是一套很特別的單位系統 好 來 同學 那這個東西什麼呢 來 你看我這裡 關鍵就在於什麼呢 關鍵就在於 來 我這邊幫你畫了一個巨大的表格 好 這個巨大的表格呢 好 我們先分四大格 這四大格 後面又要再分什麼 再分兩小格 好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分什麼呢 第一種就是 儀器上得到的數字 跟人眼的感覺 好 你說老師 儀器上的數字跟人的感覺不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 很簡單 我們眼睛只看到怎麼樣 只看到4000到7000i 所以我先問你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紅外線測得到嗎 測得到 人看得到嗎 看不到 紫外線測得到嗎 測得到 人看得到嗎 看不到 X射線測得到嗎 測得到 人看得到 看不到 所以第一個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 對不對 好 來 同學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分兩種 一種叫什麼呢 一種叫光度 一種叫什麼呢 一種叫照度 來 注意喔 光度跟照度其實不一樣 光度是什麼呢 簡單 光度是光源嘛 光源講怎麼樣 講光度 可是被照體呢 講照度 各位 光源就是光啊 它亮不亮啊 對不對 那你桌子是亮不亮 不是 桌子亮不亮這句話 不是科學人講的 桌子會發光 不會發光 它是被照以後 然後再反射進入眼睛嘛 所以桌子你不能亮不亮 桌子要講照度 那我現在這樣講 也許各位比較容易理解一點 光度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每一秒鐘 發出幾焦耳 可是照度不是 照度是每一秒鐘 每單位面積接收到幾焦耳 好 這樣你分得出來嗎 對不對 這是每一秒鐘發出幾焦耳 對不對 太陽當然是講光度啊 太陽會講照度 太陽怎麼照度 它發光就不叫照度啦 它發光就是光度 這是不是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現在講的這個照度呢 就是每一秒鐘 每一秒鐘 接收到幾焦耳 就像地球嘛 對不對 地球會發光 嚴格來講地球 有溫度其實會輻射出紅外線啊 對不對 但是我說地球會發光 不會地球不會發出可見光 我們的光是被太陽照到以後再反射出去的 對不對 所以太陽只能講光度不能講照度 對不對 地球當然是接收到太陽的照射啊 照度啊 所以光度照度一不一樣 不一樣啊 對不對 再來人的眼睛跟儀器一不一樣 不一樣啊 是不是 所以我先告訴你第一件事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呢 儀器跟人不一樣 所以儀器的光度要講每一秒鐘 可是人的眼睛要經過某一個東西的換算 那什麼換算呢 就是第90頁上面 那我剛講 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怎麼樣 看到4000到7000愛 而且我再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人呢 的眼睛對每一種 這個光呢 感受度也不一樣 好感受度也不一樣 那人的眼睛對什麼光最敏感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好 各位人的眼睛對這個最敏感 答案是5500愛 各位人的眼睛對這個光最敏感 對5500愛最敏感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太陽發出了光裡面 我們等一下轉黑膚色 就是這個最強 所以人的眼睛對這個光特別敏感 好 那我剛講很簡單 超過7000 那比如說9000愛呢 0啊 人沒有感覺啊 看不到啊 2000愛呢 看不到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人的眼睛只針對4000到7000有反應 而且呢 5500愛最敏感 5500愛是人的眼睛最敏感的光 好 各位 那我先告訴你 如果是人的眼睛 就不能講眉瞄幾焦 要講什麼呢 水 就是標準單位 就是燭光 讚 那背照度呢 照度呢 就是米燭光 這在舊教材裡面 就叫做米燭光 這個就是燭光 這個就是燭光 CD Candle 之類變化 就是燭光 老師 不就是四格嗎 你為什麼 你要知道一件事 標準不一定常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標準單位是不是 凱斯文標 跡象報告會講凱斯文標嗎 幹嘛的 跡象寫度C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問你 標準單位是不是焦額 可是考試 平常都寫幾卡 對不對 你去買飲料 後面會寫幾焦額嗎 不會啊 所以我們的單位裡面 有分兩種 一種叫什麼呢 就是要分 標準單位 跟常用單位 好 你懂的是嗎 對不對 因為人的眼睛 我們沒有分兩套 所以我說教授考燭光 光明磊落 媽現在教授媽課本沒有講燭光 媽幹你還給我考什麼 考流民 現在問題就出來這裡了 老師什麼是流民啊 流民就是燭光的常用單位 這個大家瞬間冒出一大堆 這個怪怪的單位 怪怪的概念 凱斯文標是標準單位 杜西是一個常用單位 這兩個可以轉換 可以 來 如果是標準單位是不是交額 可是你外面是不是寫卡 對不對 常用單位是不是卡 交額跟卡可不可以轉換 可以啊 對不對 那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看台灣買房子都是這樣 標準單位是不是平方公尺 我現在告訴你 法律上登記的是 這個地震機關登記的是平方公尺 可是台灣用的是幾坪啊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這種例子太多了你知道嗎 對不對 多到報你知道嗎 是不是 比如說標準單位是不是叫公斤 可是常用單位是不是叫做幾斤 台斤 對不對 是不是 共匪是用 共匪一斤就是0.5公斤 我們的一斤是0.6公斤 其實也不太一樣 這是不是很白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分兩套 一套叫標準叫常用 對不對 所以什麼是流明 其實就是燭光的常用單位 那一燭光等於多少呢 簡單說 以五千五百雅來說 一燭光就是四拍流明 四拍就是球的表面積 一燭光四拍流明 但是我剛剛講的話 這個有個選機是五千五百雅 但這個轉換我們暫時不要去討論 那你說老師 那米燭光呢 米燭光是另外一個單位叫勒克斯 叫勒克斯 就是外面呢 都會講這個勒克斯 勒克斯流明 對不對 勒克斯 對不對 你看數字是勒克斯 勒克斯齒 齒燭光 這其實他翻譯錯了 這好像也沒有錯了 齒燭光有一點類似像 應該是因齒燭光之類的吧 就勒克斯 有時候趙杜他們講勒克斯 勒克斯 什麼叫勒克斯 這樣就懂了嗎 對不對 這樣大概就了解了 好各位 那這裡呢 來我先告訴你 來你先看第九十二頁 來原則上你理解這個表格就可以了 那剩下至於說細節或者轉換 暫時不用去管它 這怎麼轉換 要帶什麼光轉換 數字多少暫時先不要去管它 這個因為這個東西算 來三十三題是 人造光源呢 發光效率如表二所示 其中流明呢 是經過人類視覺效率轉換之後的照明單位 那你看教授是不是有一點白爛 你知道對不對 他很輕描淡寫的就講一句話 啊課本老師 你跟教授說 這超剛啊 課本沒有講流明啊 教授說 幹我不是寫上去了嗎 我不是說流明是人類經過視覺效率轉換之後的照明單位 幹怎麼有講都沒講 對不對 而且嚴格來講 這個流明呢 不是照明單位 是發光單位 來 下列續所有的正確 音選兩項 來 而且他這邊用了一個另外一個很賤的東西 就是左邊這個圖 就是發光效率 發光效率 那發光效率 我先告訴你一件非常白爛的事情 你不用知道這些東西也沒有關係 知道了呢 當然對你的考試有一定的幫助在 那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既然它是 這個既然它是單位 他們就可以轉換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來 我先告訴你 你現在開始就有點懂了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瓦特 這就是瓦特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就有問題是 瓦特怎麼換燭光 瓦特怎麼換流明 對不對 是不是瓦特怎麼換燭光 瓦特怎麼換流明 那我先告訴你 一燭光是四拍流明 四拍流明 老師那瓦特怎麼換流明呢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間界的地方 就是每個波長其實都不一樣 好 這我沒有辦法很簡單的跟你講的 關鍵就是 因為每個波長都不一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 這個四拍呢 也是以 也是以 五千五百i為基準 五千五百i為基準 好 來同學那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那一瓦相當於幾流明你知道嗎 那你先相信我 我沒有騙大家 但是暫時不用去問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單位就有一個轉換 轉換本來就是一些怪怪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我先幫你打預防針 因為學生就會這樣子 欸同學 對不對 0度C 0度C 是不是273K 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看 如果有個小朋友 他是社會組的 對不對 你跟他講以後他就會跟你講 聽不懂 那為什麼是273 為什麼不是274 為什麼不是300 為什麼是100 社會組是不是這樣問 對不對 那自然組怎麼辦 8H就是273 小孩子不會那麼多 那就轉換就是一個數字啊 不是嗎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欸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東西 你看 牛頓除以平方公尺 常務是不是一大七啊 對不對 那今天社會組的說 我問你 一大七啊 是不是1.013乘以15之方 10萬 對不對 社會組說 那為什麼是10萬 或者不是5萬 或者11萬 這問題其實沒什麼好問 它就是一個數字而已嘛 對不對 你說啊這個這個 這個 1卡4.18加2 為什麼是018 為什麼不是4.2 為什麼不是2 為什麼不是1 大學 這問題需要問嗎 不需要問 懂嗎 所以等一下你也不要問這問題 它就是一個不同單位之間的數字 你這問的問題好像很有意義 但其實沒有意義 那我先告訴你 這個數字就是 就是 6.8.3 好 那 小朋友 為什麼6.8.3 不需要問 就是一個數字 就跟一大七啊 是76公分水準 為什麼76 為什麼是75 為什麼不是100 怎麼回答 就是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那你說為什麼叫76.8.3 就是一個數字嘛 就是 那單位就是各種 轉換之後就是一個數字嘛 對 了解我意思嗎 對啊 你暫時不要去argue說 為什麼6.8.3 600 為什麼是500 為什麼一大七啊 就那樣 就那樣 就是經過了一個轉換以後就是683 好同學 所以你看喔 這裡面呢 它就有一個叫發光效率 那我剛講了 這個是不是就5500i來說 5500i就是683 可是如果不是5500i呢 它數字就會小一點點 就比較可能小很多點 5500i就是683 1瓦就是683 可是如果不是5500i 像越接近4000跟7000的話 這數字一定是越小 因為人越沒有感覺嘛 對不對 那我要強調一次 流明燭光都是人的感覺 那人的感覺僅限於4000到7000 那5500i最敏感 剩下其實都不是很敏感 來同學 所以你看第一個油燈 哇乾 油燈發光效率是不是只有0.1 各位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理想狀態是683 結果你是0.1 那剩下682.9跑去哪裡 發熱啊 對不對 所以油燈根本不是一個發光效率很高 的一種照明機具 為什麼 它能量都拿去發熱了 而不是拿去發什麼樣 發光嘛 來烏斯燈 水 烏斯燈為什麼會被歐盟禁止生產 它一瓦只有15流明 那你看15沒有感覺 其他老師也不會告訴你 我剛剛講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683 對不對 你15只有多少 是不是只有2%多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歐盟禁止生產烏斯燈 因為你根本不是燈泡 你叫熱泡 你98%都拿去發熱 所以那燈泡摸起來是不是很燙 你知道以前那魯素燈很可怕 那熱到爆耶 魯素燈很燙耶 對不對 那你到底是發光還是發熱呢 發熱 暈光燈就是日光燈 75 不錯 為什麼呢 至少它大概有12%都拿去發光了 對不對 可是來 現在時代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烏斯燈 日光燈其實都被淘汰了 我們頭頂上這個都是什麼 都是LED 為什麼要換LED 讚 300 熊八三裡面300 都拿去發光 剩下大概拿去發熱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理論上的極限值就是683 你懂嗎 這個理論上的極限值就是683 不會再比683更大了 因為理想狀態就是683 683就是100%拿來發光 沒有熱 可是我現在告訴你 這幾乎是不太可能 來 A 選項 紅光光子能量大於藍光光子 你看 我跟你講 我叫你背一定有道理 來 等一下講到 光子能量是不是HF 或者叫HNU 這是不是頻率 來 紅光波長長 頻率小 所以A錯 各位 紅光光子能量小於藍光 因為藍光頻率高 紅光頻率低 這一定要背 B 使用油燈 所釋放出來的二氧化碳 跟其他燈具差不多 這怎麼會差不多 差很多好不好 B 怎麼會差不多 這不用看也知道差很多 來 C 在同一個時段內 使用相同照明 那烏絲燈產生的熱能 會多於螢光燈 同學 這個膝蓋亂感覺之后 一定是不會對 因為我剛剛講 螢光燈的發光效率比較高 烏絲燈的發光效率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 C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C呢 烏絲燈所產的熱能 一定多於螢光燈 這一定對 你懂的是嗎 因為它這發光效率 就已經告訴你了嘛 對不對 它只是沒有告訴你說 發光效率以外的東西是發熱嘛 它沒有發光就拿去發熱啦 來 第一選項 同一個時段提供相同照明 使用螢光燈所消耗的電能 大概是發光二極體的四分之一 來 同學 你仔細看 螢光燈發光效率是75 發光二極體是不是300 螢光燈的發光效率只有日光燈 只有發光二極體的四分之一 所以相同照明螢光燈所消耗的電能 應該是發光二極體四倍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相同的流明數 第一選項就是一個典型誘打項 當然75是300的四分之一啊 對 不對 因為第一是說要相同照明 所以相同照明就是流明數必須要一樣 你懂得什麼 就是說我在提供相同流明數的情況下 螢光燈消耗的能量就是焦耳 必須是發光二極體的四倍 因你的發光效率只有人家四分之一 所以D是不對的 來 一選項 那同一個時段提供相同照明 使用螢光燈所消耗的電能 大概是發光二極體的20倍 來 同學 今天呢這個螢光燈呢 是發光效率是15 发光二极底是300 是不是二十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提供相同的照明 那乌斯登所消耗的电源 是发光二极二十倍 对没有错 所以第一是错 这个第五张量子现象 这个很简单 五六很简单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把最难的部分讲完了 剩下都很简单 一二三五六 其实剩下五个章节 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部分 那量子现象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光电效应 什么是粒子的波动性 再来就是玻璃的相性 其实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粒子的波动性五分钟就讲完了 玻璃的相性五分钟就讲完了 原子光谱五分钟就讲完了 对不对 就讲完了 这张很简单 我们今天这张就讲完了 来同学 来第九十九页 为什么我要先从黑体辐射 开始讲起 对不对 来同学 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讲的近代物理 就是从1900年开始分 那1900年呢 讲了一个重要的人 就是这个人 就是普朗克 普朗克 他提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黑体辐射 那为什么要讲黑体辐射 因为第一个 黑体辐射是 整个近代物理的开端 而且没事讲了什么耳温腔 耳温腔 就要讲这个所谓的黑体辐射 好来同学 那我先告诉你 古代的科学呢 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都集中在电这件事情 好各位 可是1800到1900呢 科学家另外一个研究的主题是热 你不要小看热呢 热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炼钢这个问题 这个物理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就牵涉到一件事情 就是蒸汽机做工 蒸汽机做工 好所以呢 这个呢 就引发出了 这个所谓的黑体辐射 来同学 所以关键就在于一个东西 来练钢 来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可爱的小影片 那这个也顺便解决一下 地球科学的问题 因为地科呢 也会讲到这个所谓的黑体辐射了 来同学 那这个从前从前呢 这德国人不要忘记一件事 爱因伞也是德国人 你知道对不对 好他们呢 就在怎么样 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我怎么样测量这个所谓钢铁的温度 怎么测量钢铁的温度 来各位 如果你把一块这个钢铁呢 拿来怎么样 拿来这个加热 这天我告诉你 这个我们叫做黑体 黑体就是英文造翻 就是black body black body我们就直接翻译成黑体 来各位 如果你把一块这个铁拿来加热 那你看200K 300K 这是K的 600K 700K 800K 标准单位嘛 对不对 1000K 你看这个铁是不是开始烧红 对不对 然后呢开始融化 对不对 它的颜色就从什么 从红色 橘色 对不对 老师 红橙黄绿蓝电子 不对 这会变成红橙黄白蓝 各位温度越高 它越接近蓝色 那你有沒有发现 这就是什么颜色 这就是恒星的颜色 恒星的颜色 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呢 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地克老师 就没有告诉你这个东西了 所以邱伯文就要来告诉你一下下 这个东西其实最早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炼钢 来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呢 也许各位呢 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概念了 好各位 这是低温的时候 2500K 它会有个光谱图 那2500K 这个就钢铁来算低温了 各位 可是问题就出在于说 它的黑体辐射图是这样 能量分布图是这样 这边是红外线 这边是紫外线 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的部分是不是 红色比较多 蓝色比较少 它颜色就会偏红色 好各位 可是随着温度的提高 它的光谱分布不太一样 好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光谱移过来 红外线看不到 紫外线看不到 但这里看不到 对不对 红色绿色蓝色加起来 大概就是白色 好各位 如果说你现在温度再提高 温度再提高 再提高 再提高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极端 如果说它能量越越高 它的能量紫外线占多数 可是我们看不到 可是紫光占多 蓝光比较多 红光比较少 它颜色就会变蓝 所以它的颜色会变红 红 橙 黄 白 蓝 所以第一件事情 天上你有没有看过绿色的星星 没有 为什么没有绿色的星星 来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如果你的光谱 你的峰值在绿色的话 那绿色这样有这样 红 橙 黄 绿 蓝 点 绿色是在中间 表示你有红色 你有蓝色 那红色 绿色 蓝色 同时都存在 它会变白色 所以天上没有绿色的星星 如果是光谱的能量 偏正中间在绿色的话 那个星星看起来会变白色 所以颜色是红 橙 黄 白 蓝 这就是什么 来自于所谓的黑体辐射 来 你再看一次 这黑体辐射是 我们整个热血的开端 就是为了研究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会引发 我刚刚讲恒星的颜色 其实就是我们直接把恒星当作黑体 人也算是一种黑体 只是人的温度没有那么高 人的温度 大概主要是发出红外线左右 来 同学 那99月 所以现在有问题来了 那我们要来研究一个东西 就是热 那你告诉我 热要研究什么 我先告诉你 研究电 你知道电影有什么吗 电影就是阴急射线管 大家拿阴急射线管来做实验 对不对 实验室研究生物呢 就是研究白老鼠 对不对 老鼠妈火系 对不对 是不是 快速研究演化 研究果蠅 研究热要研究什么 就是黑体 老师 什么叫黑体 黑体 我先告诉你 有个黑这个字的 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百分之百吸收 它不会反射 就是黑 各位 什么叫黑洞 就是东西进了去 几乎出不来 对不对 什么叫黑电 人进去 命出不来 对不对 黑心商店 黑心诊所 钱进去 钱出不来 对不对 黑心补习班 钱进去 出不来 黑体就是能量进去 出不来 所以我先告诉你 很简单 中文都同一个意思 黑就是这个意思 进了去 所以黑体就是 能够把辐射完全吸收 来 完全吸收 圈起来 就是黑 不反射 就是百分之百吸收 就是黑体 这是一个理想的实验物体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 反射跟辐射不一样 反射是直接反射 辐射是我吸收了以后 我再把这个能量吐出来 好像老师教你的知识 对不对 你学我讲话 那就是反射 可是你把秋本的知识 吸收融会贯通以后 再告诉别人 那就叫辐射 所以反射辐射不一样 那黑色呢 是一个良好的吸收体 也是良好的辐射体 为什么呢 黑色东西 吸收完了就发出去了 对不对 像水桶一样 我一直吸水 还是收水 水多了就把它流出去 好 各位 所以叫黑体 所以我刚讲 有个黑字都是这个意思 英文就叫做black body 我们就这样照翻 好 那什么东西可以当黑体呢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打个小插车 这不重要 基础物理 不太会去考这个东西 基础物理就是考你说什么叫黑体 来同学 那有一个极小的孔的空腔 可以当作什么样 当作是黑体 好 什么意思呢 各位 假设有个盒子 中间有个小洞 能量呢 进去发出 进去发出 出不来了 对不对 好像古代的弓箭 古代的弓箭故意射起这种形状 为什么呢 就是你射进去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 对不对 那蒙古人还厉害 中间会钻个洞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射进去呢 你拔不出来 拔出来会流血 流血失血过多容易死掉 那蒙古人就是故意钻个洞 那你不要拔 那不要拔 我让你流血死掉 对不对 对不对 来各位 你看能量进去 吸收放针 出不来了 对不对 老师 可是这样进去 这样会出来 对 极少数 至少我可以说 它87% 不止87% 99%像 那99%像黑体 对不对 能量进了去 出不来 那我们现在呢 来把这个东西拿来干嘛 拿来加热 就像刚刚你看到电视一样 加热 来第三个 我们加热空腔 到温度T 我们去观察 黑体的能量分布 来我们翻过来一页 来我这边呢 有这个图 砖窑拿来加热 什么是空腔呢 课本就讲 眼睛砖窑 就是类似像空腔 能量进去出不来 所以你看旁边同学 瞳孔看进去 眼睛是不是黑的 对为什么 因为光从瞳孔 进入到视网膜 被视网膜吸收 出不来 这样看进去 黑漆骂屋的 就是黑体 房间没有开灯 黑漆骂屋的 其实也算是一种 空腔也是黑体 好各位 第一百页底下 所以关键就在于什么呢 关键就是 我们要把黑体 拿来怎么样 拿来加热 那加热以后 它就会出现一种 神秘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能量分布 这个东西是波长 这是能量强度 单位你不用去管它 图画出来呢 随便就类似像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子 好各位 但是呢 这个图有一个神秘的特性 好这是300K的图 这是6000K的图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温度不一样 图就不一样 这温度不一样 图就不一样 因为你温度越高 它辐射出来这个能量呢 其实就不太一样 来同学 所以也就是说 我刚刚跟你讲了 道好中心这个图就是这样 它这个热辐射的图 那题目有讲到 它这里呢 是从温度220K到300K 每隔20K 热辐射特性曲线图 所以教授就是耍剑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课本没有讲这个 他说我给你啦 对不对 热辐射 所以教授其实 我跟讲教授他讲话 很有点这个规避这个问题 就是辐射有没有 课本 辐射有没有超出范围 没有 热辐射 课本勉勉强强 课本有提到 传导对流辐射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说 我写辐射就没有超出范围 你看 他尽量避免用 黑体两个字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写到黑体 他只有写什么 就写热辐射 对不对 他就是企图规避说 我没有 你讲黑体干超出范围 那我们不讲就好了 我就讲热辐射 箭 对不对 而且他有讲说 你看我这是大气的热辐射 对不对 而且我等一下要告诉你 教授箭 对不对 为什么箭 因为他没有讲黑体 他只有讲什么呢 只有讲理想 对不对 他这个讲说 这条线是什么呢 是理想状态 对不对 热辐射特性曲线 他没有讲理想 他讲标准 你看教授就是这样 对 这是标准的黑体辐射 干 理想黑体辐射 干 那我就标准的热辐射 对不对 他企图规避那个 法律责任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耍剑 对不对 所以没事还是要多念一点 220K 他现在告诉你每个20度 这每一条线温度都不一样 那实际的这条线 最接近什么 220嘛 对不对 再来240 260 280 300 所以220 240 260 260 大概270左右 这样像270 看图说故事270 结果教授的答案是260 他说这是260 260 那260是什么呢 负实度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多少 260K 你看又答向 你看教授有点贱 270260很接近 对不对 那答案呢 260 270 差不多 就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负实 因为260K 他问的是什么 摄氏 这一题很多人考试被骗 就是这样子 你懂什么 他题目讲的是凯事温标 可他最问的是摄氏 对不对 那270K 大概就是负3左右 或是0 负3的话就写负10 选最接近的 所以今年的学测 很多题目都是算不出整数 那就是要找估计值 估计值 所以这个写的时候要小心 这就是黑体辐射 来各位100页的底下 你们看到100页中间 这个特性低 温度越高能量越强 能量最大的波长会随着温度的提高而降低 那就是这个图 就是温度越高 这就有点绕口令 这是能量最大的波长 好 这个是能量最大的波长 那不管在基础物理还是这个分割车 教授都是耍贱 为什么呢 能量最大的波长 会随着温度的提高而降低 那事实上它是反比的趋势 温度两倍 这个波长会减半 这个其实是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叫做 我知道 微音位移定律 微音位移定律 好 各位 可是他讲微音位移定律 就是会超出范围 所以教授只能很轻描淡写 温度越高 波长越小 然后呢 这个在以前指考的时候 教授也是耍贱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其实就是温度两倍波长减半 那你这样写又说被超出范围 所以教授给你三组数据 他没有直接告诉你公司 他给你三组数据 叫你自己看趋势 他也不会明白的告诉你说 这个两倍减半 他没有 他就见 他给你三组数据 你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趋势 对不对 给了就超出范围 我给你数字 我没有讲结果 对不对 就不算超出范围 教授就是见 对不对 好来 同学 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那能量最大的波长会数的温度提高而降低 来 曲线下来面积代表总能量 各位合理 这个波长这么多能量 像这个波长这么多加起来就是总能量 好就总能量 来 接下来呢 第四个 像我告诉你最白烂的一件事就是在这里 黑体辐射的发射光谱 跟材料形状大小无关 只跟温度有关 来 同学 我先告诉你 这个图呢 你说老师 空腔是要长方形还是要正方形还是圆形 随便 老师 这个空腔到底要金属是铁还是石头还是肉 随便 那我告诉你重点白烂就是这个图跟空腔的大小形状材料都没有关系 只跟温度有关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跟温度有关呢 对科学家就开始伤脑筋 对不对 来隔壁 第五点 直播室能量分布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问题是通通都解释不出来 解释老半天 通通解释错误 雷历解释错误 这个什么 琴师解释错误 雷历琴师 文解释错误 全部都共估 只有一个人解释对 这个人谁 就是普朗克 普朗克 所以他名字留下来了 他用了一个方式去解释 可是呢 我告诉你 这个普朗克的解释 连普朗克自己都觉得很难相信 他假设能量是不连续的 没错 就是这个式子 他假设能量的吸收放出 是不连续的 他只能从这个状态 变这个状态 变这个状态 那我先告诉你 其实在基础物理里面 应该这样说 在高中物理里面 其实这个不连续这个状态 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 所以进度班的同学就是 有点类似像祝伯 祝伯 普朗克就是告诉你说 他只能从这个状态 变这个状态 变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的变化是不连续的 来同学 所以你看第101页下面 古典物理认为能量是连续的 古典物理认为能量是连续的 能量的改变量无限小 好 结果失败 各位 隔壁 普朗克呢 假设能量是不连续的 那普朗克设想空腔 闭上的原子 像一个极小的电磁阵子 极小的电磁阵子 这个阵就是减旋动 每个阵子有特定的频率 能量的变化量是H6的整数倍 它成功的推导出黑体辐射 套句这个小平同事说的话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你古典物理讲老半天都供估 可是普朗克假设能量是不连续的 他竟然推出这个结果 对不对 这件事好像有一点某种道理在 那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 古代人类认为物质是不连续的 我们已经接受物质是不连续的 可是普朗克再进一步告诉我们 就是能量也是不连续的 我们认为连续的能量 其实也是不连续的 物质是不连续 能量也是不连续的 你说 所以这就开始了一代 叫近代物理 跟古典物理完全不一样 古典物理认为说 聚观的现象 所以围观现象有围观现象 那我先预告一下下 1905年 安云伞直接超这个东西 直接超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牛顿说 我看的比别人 是我站在军人肩膀上 为什么我们要先从普朗克开始讲起 那安云伞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凭空就冒出了一个概念 其实安云伞也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 对 他只是把普朗克的公式拿来超 然后用在光电效应上面 对不对 所以光子这个概念 量子这个概念 不是安云伞先提出来的 是普朗克先提出来的 底下我们把它写一下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背注 new就是频率 f也可以代表频率 这个字就念什么呢 new no u new 一声new 那这里有点白乱式 旧教材写hf 新课纲写hnew 对不对 就这次考试教授还是写hf 还是写hf 那当初呢 现在大家怕的这个病毒叫omicron 对不对 那原来如果照顺序的话 他说要取名叫new 叫new就是用这个字 可是这个new呢 怕大家念出来会跟这个new有一点像 对不对 照说制造恐慌 所以这个字就把它跳过 那h叫什么呢 h就是普朗克常数 h叫什么呢 6.626 07015乘以10的负3次方 交耳乘以秒 那我先告诉你一下下 这先了解一下 我们到第一章会讲到 2019年5月20号 修改了一些标准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标准 普朗克常数呢 定成这个所谓的增值 用它来推算这个所谓的质量 那普朗克常数呢 6.666乘以 这个10的负3次方 各位意思是说 这个数字很大还是很小 很小 好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数字很小 非常小 所以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 其实还有6 好来同学 所以围观的世界 确实我们很难掌握了 我想说围观的世界 很难掌握了 看不到 那普朗克常数的单位 跟什么样 你知道跟角动量 不过这写一写就好了 因为基础物理我们不可能 这个高二高三 这个浓缩板高二高三 全部上一次 来电池正值的能量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Hν的整数倍 来同学也就是说 它能量吸收 就是一个Hν 两个Hν 三个Hν 吸收一个Hν 两个Hν 三个Hν 放出一个Hν 两个Hν 三个Hν 简单说就是不连续 那我刚讲 能量不连续 这件事好像大家很难接受 其实物质不连续 就好像 你就是得失一个电子 两个电子 三个电子 能量部分就是得失 一个Hν 两个Hν 三个Hν 来量子就是能量粒子化 各位 能量不连续 像一个一个的粒子 所以我们叫量子 量子就是能量粒子化 子就是一颗一颗的 所以量子就是什么 就是能量粒子化 好 这样了解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讲黑体辐射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这个所谓的光电效应 有兴趣的同学 后面可以先做做看 这都是指考题 那你可以先试试看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下 我们再来看 这个题目跟后面的光电效应 好 我们先翻回到64页 我们先翻到64页 这个有个东西 我忘记讲一下下 那其实我刚讲过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个所有的题目都讲完 所以各位回去呢 努力的把这个历界学测物理事体 把它做完 那我想每个题目老师都有录这个详解 你可以看一下下 不会的话可以先找一下下 那因为基础物理我说过 它其实本来就是高二高三浓缩版 那这个教授预设的就是说 反正你自然组嘛 对不对 理论上还要念高二高三 对不对 所以你会了高二高三再去看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不去看高二高三的东西 来64页呢 来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来64页最下面也流到大事 那这17世纪呢 牛顿提出光的微粒梭 那认为说光是由微小的颗粒所组成 可以解释光的直径光的反射 但是哪些光学现象 没有办法用牛顿的微粒梭去解释 其实我告诉你 牛顿微粒梭不能解释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干涉绕色 这种所谓波特有的特性 那等一下再讲波力二相性以后 你会更容易去了解 那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呢 他讲的直径性反射 折射也可以 虽然解释错了 如果考试我考说 因为考试我考细一点的话 他问你说 牛顿可不可以解释光的折射 可以 可他不是解释错吗 我们现在说可不可以解释 我没有说他对错 这两件事 可不可以解释 可以 但是你的解释错 算解释 来同学 A选项 他说针孔成像呢 这个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那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这个是属于直径性 没有问题 来现在就是B 肥皂泡沫在空中漂浮呈现绚丽的颜色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薄膜干涉 我在电视上写一下下 这叫薄膜干涉 所以看这东西 你看基础物理就是建就建在这里 即使就高山课程来说 它也是超出范围的 就是即使就高山来说 它也是超出范围的 可是教授还是照考 所以我刚讲 其实我教的会比考的再多一点点 关键就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所谓薄膜干涉 那讲到薄膜干涉 大家除了肥皂泡沫以外 就是光碟片的彩色现象 那路上的薄露 这些都是属于薄膜干涉 那这个东西很特别 它不是色散 它是干涉 那这东西没有讲过 这个要会真的我觉得不容易 来第一件事情 肥皂泡沫的厚度是不一样 老师肥皂泡沫厚度不一样 对 因为它受到重力的影响 肥皂泡沫越下面会越厚 它会越厚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白热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讲的波的干涉 为什么呢 因为光过来 我画一次给你看 它是这样子撞到 部分反射部分折射 好这里也是部分反射部分折射 来同学 那这水波槽的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PS1减PS2整数被波长 它就会变成所谓相涨性干涉 如果简单这样说 其他东西我们暂时都把它忽略掉 来同学 如果这里插一个lambda的话 简单说 这里出去就会变成什么 波峰波谷波峰 波峰波谷波峰 所以相涨性干涉 各位如果你现在过来一点点 这个地方差两个lambda 对不对 出来也是波峰波谷波峰 波峰波谷波峰 相涨性干涉 来如果呢 你再过来一点点 好这里差怎么样 这里差三个lambda 对不对 这个也是波峰波谷波峰波峰波峰 好这里也是相涨性干涉 来红橙黄绿蓝电子 红光波长最长 这是黄色相涨性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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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是绿色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蓝色 来同学 所以白蓝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了这个所谓的 波路上的油质啦 肥皂泡沫啦 对不对 光碟片上的彩色条件 这是干涉 这白蓝这是干涉 所以我刚讲 我们有四种基本的 就是所谓的反射折射 干涉绕射 这是属于干涉 那这个特别的名字叫薄墨干涉 它不是简单的干涉 它是复杂的干涉 这东西叫薄墨干涉 牛顿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只要跟波动性有关的牛顿 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B啦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那物体在灯光照射下 背光有明显的影子 这个影子应该还是属于光的直径性 第一 凸面镜的成像 这也是属于光的直径性 可是按照牛顿的例子说 一选项 就是光从空气入射到玻璃中 速度变慢 各位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真正是就是变慢 可是牛顿的例子说 认为光在玻璃中速度是变快 所以这个E不对 所以不能解释的就是B跟E 那你最后在底下再多一个东西 就是 它有一个东西也不能解释 就是它没有办法量化 各位它没有办法量化 部分反射部分折射 各位它没有办法量化 部分反射部分折射 同学 那我刚刚讲过 解释是什么意思 就说 它可不解释 可以 解释错没有关系 但是解释呢 其实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在科学的解释 其实就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量化 那我先快速推导一下下 牛顿呢 认为光的折射是这样子 这是C1这是C2 这是V1除以V2 牛顿说简单嘛 水平方向动量什么呢 M乘上V1乘上SineC1 等于什么呢 等于M乘上V2乘上这个所谓的SineC2 所以牛顿说简单 入射角的正旋值 跟折射角正旋值的比值 是一个定值 这个叫V2除以V1 那这个我们昨天的这个 昨天进度班嘛 对不对 校尾是这个 高射进度班 另外一个班 我们会把这个结果把它量化 所以牛顿可不可以解释 可以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结果是错的 各位 真正的答案是V1除以V2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说 牛顿可不可以解释 可以 但解释是错的 所谓可以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把它量化 那不管这个量化的结果 对还是错 能够量化 这就要解释 我先告诉你 科学就是要这样子 实验仪器量化 不能量化的东西 不能叫科学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你爱他 他爱你 多爱 一到十 对不对 比如说Google 满分五颗星 这你要给几颗星 三颗星 这算量化吗 算 但这是科学吗 不是 因为它不是仪器得来的 科学就是实验仪器量化 实验仪器量化 那不是由仪器所得到的这些量化值 严格来讲 这个东西都不能叫科学 那就是社会科学 对不对 所以他说有抄袭 他说没抄袭 反正讲久了就变抄袭了 没抄也抄啊 对不对 那到时候我出来选市长说 丘本抄袭 为什么 丘本你抄牛顿的 干 我承认 对不起 我抄牛顿的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这样算不算抄袭 算不算抄袭 那我课本写 抄牛顿的 那算不算抄袭 干嘛的 什么叫抄袭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每个人都抄袭了 是不是 来同学 所以这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那量化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 课本有没有讲这个 没有 连高山都没有讲 到我上课会讲 基础物理照考 基础物理照考 所以基础物理呢 你基础物理 基础化学 基础低科 基础生物 就是暑假念一念就好了 因为这个 来100月下面 来162指考 它说下列五种 电磁波波源 氢气放电管 不连续 光谱线 这个氢气就是能阶 我们等一下讲到原子能阶 来乌斯灯 光谱跟温度有关 而且连续光谱 蓝光镭射 波长介于这个范围 到这个范围之间 FM波长介于2.8到3.4 那色线呢 波长介于这样 来哪一种光谱 最接近黑体辐射 来我告诉你 黑体辐射有个特性 第一它是连续光谱 第二跟温度有关 连续而且跟温度有关 我说就算怎么样 就算我们直接跟它拼 对不对 就算你直接怎么样 直接看 这个大好中心 这个讲的嘛 对不对 那没有错 黑体辐射的光谱 就是连续 而且跟温度有关 来 这五个选项里面 谁是连续 而且跟温度有关 就是乌斯灯啊 脚弯啊 快吧 就是这样子啊 懂你是吗 好来 同学 来往后翻 来翻例第一题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主要就是实识题嘛 对不对 因为你讲的额温腔 耳温腔都是这个 而且你看哦 我都没有计算哦 我没有计算哦 第一题它说 新冠病毒防疫期间 常用额温腔 这个人类测量额温 来下来叙述和的正确 额温腔测量物理原理 跟侦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类似 对不对 对 就是黑体辐射 那我先告诉你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以前物理学校 现在移到地球科学去 B 耳温腔 侦测的波段是紫外线 错 红外线 老师课本有讲吗 没有 这真的是基本常识 常识啊 对不对 老师我没有常识 那没办法 隔屁啊 C 耳温腔 主要 侦测的主要波段 能量越强 表示耳温越低 不可能嘛 能量越强 一定是温度越高啊 是不是 来同学 第一选项 耳温腔 侦测到最大强度的频率 会随着温度的提高而变小 不对 频率会随着温度的提高而变大 那简单这样子看 就是呢 我们等一下讲到 爱因斯坦光电效应 那其实能量所能 就是E等于Hν 或是E等于HF 我教你看 就是温度越高 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 频率越大 频率越大 它的波长就是越小 各位 所以你简单这样子看 温度越高 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 频率越大 频率越大 光速固定 所以波长越小 所以频率会随着温度的提高 而变大 变大 一选项 那耳温腔 需要跟额头表面的皮肤 达成热平衡 才能准确量测耳温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耳温腔 跟一般的温度计 原理不一样 一般的温度计的原理 没有错 就是什么呢 就是热平衡 可是耳温腔的原理是 黑体辐射 所以这个背后的原理不一样 你懂什么 所以这个不对 这个一不对 好 所以答案就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A 而已嘛 对不对 来 底下108指考 他说 下流有关于理想的黑体辐射 所以你看 刚教授是不是回避掉这个问题 我一看就是他回避 他写标准的热辐射 他就是不写理想黑体辐射 对不对 他写标准的热辐射 教授就是健 强度 叙述何者正确 黑体辐射温度提高时 那辐射强度对应到波长分布的峰值 所以对应到的波长越短 频率越高 能量越大 频率越大 波长越小 对 没错 A是对的 来B 波尔是第一个提出电磁波能量量之后 来解释黑体辐射强度 对于波长分布的科学家 非常好 答案不对 是普朗克 那我说过 考试会考科学史 对不对 像今年这个科学史也考得很难 相对来讲很难 他说 关于科学史史下的何者正确 我只要考大家第一选项就可以了 对不对 波尔最早观察到轻原子光谱 错 波尔提出原子模型 但并不是最早提早提出原子光谱 那谁最早观察到原子光谱呢 你看这个几乎没有人回答出来 谁最早观察到原子光谱呢 其实就是在光谱线里面 我们后面讲到 有莱曼系 巴尔曼系 帕森系 波拉克 普恩德 对不对 谁最早被发现 答案巴尔曼系 所以最早被发现 最早发现 其实就是光谱的 其实就是巴尔曼 科学史会考啊 对不对 所以你没事 不要老是做一堆计算体 然后那有点舍本足 考试要考这样 偏偏念的不是这样 对不对 来同学那不是变周景贤了吗 来C选项 黑体辐射强度 对应到波长分布曲线呢 跟黑体的温度材料有关 跟形状大小无关 来材料打叉叉 错 它跟材料无关 只跟温度有关 只跟温度有关 来D选项 现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对应到77K黑体辐射 错 来小生们学过 D科3K微波背景辐射 2点多多K 就直接写3K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1.黑体辐射 是指黑色物体发出来物资波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全错 D.黑体不一定是黑色 要看到有没有发光 而且你讲的黑色 是指可见光下的黑色 我们现在讲的黑 是要彻彻底底的黑 各位 你现在看到头发是黑色 那是在可见光下看到黑色 说不定红外线 紫外线距照 它不是黑色 我们的黑体 是要百分之百多吸收 红外线照也是黑 紫外线照也是黑 怎么照都是黑 懂吗 所以它要彻彻底底的黑 不是黑色物体 而且今天黑体辐射 不是物资波 那黑体辐射是热辐射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是电子波 黑体辐射是电子波 它是电子波 所以我们要先讲波动 对不对 波动是一个基础概念 就是这样子 好 这完全不对 来隔壁呢 来103页 那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所谓的光电效应 那爱因斯坦呢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抄 这就是抄袭 是不是抄袭 干爱因斯坦抄袭 它就直接抄 抄袭普朗克 这个所谓量子的概念 光子的概念 好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1等h nu 那底下来 1905年 来底下第一点 爱因斯坦在1905年 提出这个所谓光的粒子说 光的量子论 它假设频率是f或者是nu的光 也具有粒子的特性 它具有的能量就是h nu 那这个其实我刚讲 你要写h nu hf 随便你 h nu或者是hf 来同学 这个它假设它也具有这个粒子 能量就是h nu 我们叫光量子 那这个光量子呢 简称就叫光子 那爱因斯坦更进一步假设 它有一个动量 这个动量叫什么呢 叫1除以c 来同学 那你可以把它写在第103页 最下面的地方 那等一下再写好了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公式推道 考试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都会考 因为它另外一个考 就是考物质波 物质波 那物质波 我现在告诉你 德布罗伊又超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超普朗克 那德布罗伊又超爱因斯坦 所以这个公式 其实都是一样的 来同学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 来第二点 强度 就是指每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的光子数 你把强度圈起来 光子数圈起来 来同学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小茶包了 各位要加油一下 强度这件事呢 我们有两种解释法 第一个就是我刚讲 在古典物理的解释 跟近代物理的解释不一样 各位我们这样说了 我说过 不能拿明朝的剑斩 清朝的官 你可以拿清朝的剑斩 明朝的官 因为清朝被明朝 明朝被清朝灭亡了 对不对 那明朝和展清朝 那就是无三贵 那就是叛乱 所以要平三返 来同学 古典物理里面没有光子的概念 所以古典物理强度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总能量 好各位 就是指总能量 可是在近代物理里面 有光子的概念 所以它叫做所谓的光子数 所以在近代物理里面 总能量的概念必须要重新修正 总能量是什么呢 总能量就是要用光子数 去乘上H6 好各位 在近代物理里面 总能量就是光子数乘上H6 所以我先考大家两个基本的问题 来假设有100个 红光光子 好各位 跟100个 紫光光子 来同学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来 谁的强度比较大 来同学 那没事 我们当然是以新的概念来讲 对不对 来同学 那我你100个红光光子 100个紫光光子 谁的强度大 答案是一样大 因为都是100个 谁的总能量比较大 答案是100个紫光 因为紫光频率大 能量大 所以前面我折射我教你背过 红色紫色要背 红色光波长长 这个频率小 对不对 偏向角比较速度大 速度大偏向角小 紫色光频率大波长小 对不对 频率大波长小 不容易绕色 所以速度小 速度小偏向角大 你看我也不会背 我都是用推理的 对不对 这基本常识 所以红光频率比较小 波长比较长 紫光频率比较大 所以这样你分得出 强度跟总能量吗 对不对 强度单纯就是指个数 因为古典物理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古典物理就没办法解释 对不对 近代物理要重新去厘清 总能量是总能量 个数是个数 这是两件事 这是两件事 第三点 安云散就把这个理论 用来解释 1899年雷纳 所做光电效应的实验 所以我刚讲 考试有时候就会考比较细 考试考说 光电效应是安云散做的 对不对 不对 光电效应不是安云散做的 老师是雷纳做的 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的书会写说 是赫兹做的 不过不管 因为最后得到诺贝尔奖的是雷纳 那安云散只是利用光子说去解释 所以这里面我告诉你 第一个 我们不太会去说 应该这样说 光电效应谁最早发现 可能是赫兹 那谁有系统的去做实验 雷纳 那谁正确的去解释 安云散 那谁又根据安云散理论 去做实验呢 答案是 那个 这个 叫做 诶 秘利跟游地实验 秘利跟光电效应实验 所以这里面牵涉了很多人 来 所以底下第四点 就是我刚刚讲 米利坎 因为这个翻译有时候 有点乱七八糟 米利坎花了八年的时间 做了一些的实验 实验结果跟这个 安云散的公式相当融合 来同学 那 安云散是在1905年 清光绪31年 所以你以为说 安云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人 其实错了 安云散是很早很早一些 所以我们落后西方非常遥远 你说 老安云散应该是五六十年前吧 应该是二次世界大战 巴下去 安云散是 1905年 安云散出生在什么 1905年他26岁 所以安云散出生在清光绪5年 很白烂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落后一点点 其实我们落后很久 落后100年 那2005年呢 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是安云散呢 发表怎么样 发表这个狭义相对论 100年 所以就是出了这本书 我那时候在Amazon就买这本书 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买了 那这个大战中英其实写错了 你看他这边写的嘛 下标题 是不是 5 papers 全局的Face of physics 是不是5个 5篇嘛 安云散在1905年发表5篇 就是写在这本书里面 翻过来104页 所以这叫光电影效应 光电影效应叫什么呢 photo electric effect photo就是光 electric 电 effect 效应 injection of electrons from a metal surface when light strikes it 同学 你有用太阳能计算机吗 太阳能计算机的本质就是什么 就是能量守恒 光能转成电能 那为什么需要提出 安云散需要提出这个量子论 主要就是因为古典物理 又踢到一块铁板 就是没有办法圆满解释 那讲没有圆满解释 是比较这个 缓和的说法 简单说就是你解释错误 解释错误就是你预测的 跟实际有不一样 就雷纳的预测 雷纳的理论 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完美 解释关联效应 老师 那这样子也可以读诺贝尔奖 可以 因为诺贝尔奖一开始 其实他主要是要 对人类社会要 立即而实际的贡献 至于能不能解释 解释了对不对 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之一 套句小平同志说的话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 就是好猫 对不对 你看疫苗就是这样 妈的讲了好半天 妈的理论根本乱七八糟 算了能够减少重症 勉勉强强 各位第一件诺贝尔奖 就是X色线 为什么叫X 就是不知道 我问你 那你1901年 他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不知道也可以得奖 对 因为主要是X色线 有医疗用途 所以没有人知道 X色线是什么 但他一样得了诺贝尔奖 你懂事吗 所以雷纳他发现了 观念效应 那他可以解释观念效应吗 不能解释 可是他照样得诺贝尔奖 你懂事吗 因为当时候的 社会思潮就是这样 就有用就好了 对不对 不能解释没关系 以后再说 先问他有没有用 对不对 这也是西方的一个 实用主义 这叫做It Works 美国他们是 建立在实用主义上 西方文明有个实用主义上 就是你不要跟我讲一堆理论 华人不一样 对不对 华人就嘴胖吗 很厉害 讲的都 不会做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东西方刚好是两个极端 对不对 西方就你不用跟我讲 来做给我看 东方就是你不要做 你讲给我听 对 所以呢 来隔壁光电效应 来你把它写在底下 光电效应方程式 来一句话 答案就是什么呢 就是Hν就等于Eφ加EK Hν就等于Eφ加EK 来同学 Hν就等于Eφ加上EK 来同学 一句话 这就是什么呢 简单说 就是光子的光能 好 光子的能量 好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 我这样写好了 对齐一点点 好 光子的能量 等于公函数 好 加上什么呢 加上电子的动能 来同学 这个公函数呢 有点类似像什么 类似像 游离能 好 各位 它有点类似像什么 类似像游离能 那为什么写类似 这个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 所以其实说穿的就是一句话 就是能量守恒 各位 光子撞到这个电子 光子消失了嘛 对不对 那光子能量跑去哪里 那我就要问 能量跑去哪里啊 第一个 电子要打出来 要先克服类似游离能 剩下的就是电子的动能 所以就是能量守恒 对不对 背注第一个 Eφ呢 物理叫公函数 类似像游离能 那为什么老师你不写游离能呢 那有的是老师有的书就直接写游离能 但是我这里还是不要写游离能 因为化学讲的游离能是指气态单元子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公函数是常温下的金属 所以我们不是去造气态单元子 我们造的是常温下 你外面的太阳能板 你去骑那个U-bike 2.0 那它是气态单元子吗 当然不是啊 它是这个常温下的这个物质 所以它不能叫游离能 但是它有一点像游离能 来背注第二点 游离能公函数 游离能是金属的基本特性 那当然不同的金属公然数是不一样 对不对 来接下来第三点 那公然数呢 类似像游离能 是金属的基本特性 跟入射光的频率强度无关 各位游离能就是游离能 因为考试有时候会问你说 入射光越大 强度越大 游离能会越大越小 巴下去 游离能跟强度无关 游离能跟频率无关 游离能就是这个材料特性 就材料特性 所以这个27号放榜 昨天有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念台大材料科学好不好 对不对 要不要出国呢 对不对 有钱当然是出国不用回来了 当我说哪里会赚大钱 我就说美国 对不对 美国发大财 台湾只是一个小鬼岛而已 来同学来翻过来106页 来第六个公式推导 来吧打个星星吧 来同学这里能量的部分 我们要写两行 能量的部分我们要写两行 那这个动量的部分 我们要写一行 那这个所以空间自己分配一下 能量的部分写两行 那我告诉你后面的公式都在这里 后面的公式都在这里 来同学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1等H nu H nu呢 就是Hc除以lambda 那我这边再多补充一个公式 它相当于12400除以lambda 好但是呢 这个能量呢 叫做这个波长叫I 这个能量叫电子伏特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电子伏特这件事 那我简单这样子说 就跟我们刚刚讲说 683流民的道理是一样 一瓦683流民 那一个电子伏特多少 各位一个电子伏特就是 1.6乘以10的-19双胶 好各位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不同的单位其实就有一个转换了 那电子伏特我们暂时不要去多 这件事暂时先不要去多管它 其实就是什么呢 各位这电子伏特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单位 就是原子世界里面能量的单位 简单这样说古典物理要用胶耳 进到物理的话原子结构就要用 这个所谓的电子伏特 因为电子伏特比较小 胶耳对于原子来讲太大了 所以我们会改用电子伏特 就是另外一个单位就好了 来同学那这个化学有时候会算到这个东西 来第二个试着呢就是1等mc平方 来各位这个mc呢把它拆成两项 光子的质量乘上光子的速度 就是光子的动量 所以叫1等于pc 1等mc平方 这个c拆两项 mc叫p1等于pc 那p叫什么呢 各位p就是1除以c 所以这就是一开始安闪讲的公式 它更进一步假设动量是这样 就公式推导 好来同学 你看这个动量呢 能量是不是hν啊 对不对 是不是h除以λ 所以叫h除以λ 所以p叫1除以c hν除以c h除以λ 来那我告诉你 所有的公式都在黑板上了 我们等一下这个黑板都不需要插 对不对 就解全部了 来问题来了 德布罗伊直接超安闪的公式 德布罗伊直接假设动量就是h除以p 动量就是mv 所以在去年呢 学策也是被骂超出范围 为什么 因为基础物理不是不需要讲这些公式吗 对不对 可是教授直接说 速度影响到颇长 教授说 啊不是尝试吗 pish 把他学 感觉超出范围 他有时候尝试 没有学过这个谁写的 你告訴我 對不對 就教授看成幾八 來 同學 H除以P P就是MV 來 有一個人叫誰呢 有一個人叫波爾 沒有錯 就是波爾圈子模型的波爾 波爾直接怎麼樣 直接說 安閃你講的不對 安閃說P叫H除以λ 德布羅伊說λ λ叫H除以P 波爾說不對 其實應該寫什麼呢 應該要寫λ乘以P的H 各位 這就是什麼 玻璃二相性 那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東西才有資格叫量子力學 簡單 公式一定要出現普朗克常數 各位 一定要出現普朗克常數 公式一定要出現普朗克常數 來 同學 所以呢 由普朗克常數才叫量子力學 波爾就說啦 你看λ乘以P等H 注意一下 λ就是波動性 P就是動量 就是粒子性 所以波爾告訴你說 波動性大的粒子性小 波動性小粒子性大 就是玻璃二相性 所以各位 清代物理我講完了 德布羅伊物質波在這裡 玻璃二相性在這裡 暗閃的光量子論在這裡 你懂什麼 好 後面能量 核反應 對不對 是不是1等mc平方 都在這裡啦 我一次講完了 乾淨利落 我最討論通靈帶水 要講就一次把它講完 你懂什麼 對不對 來 同學 那你看第106月下面 來 重要細節 只要大於低線頻率 不管光的強度有多小 都可以產生光電流 只要小於低線頻率 不管光的強度有多大 都不會產生光電流 來 同學 那其實答案就在黑板上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說 這個E5就是游離能 那我問你問題 你隨便光子都打得出來嗎 沒有 你是不是要超過游離能 是不是要超過光函數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超過某一個頻率 來 同學 如果 ν 小於ν 就表示什麼呢 就表示Hν 小於什麼 小於光函數 就是出不去嘛 對不對 你小於光函數 小於游離能 來 各位 如果你的ν 大於ν 對不對 就代表了Hν 大於什麼樣 大於光函數 所以這個ν 這個就是所謂的低線頻率 這個ν其實就代表了什麼樣 它代表了一個概念 就是游離能的概念 來 同學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 這個東西就是Hν 就是Hν 因為ν是頻率 可是Hν就是什麼 就是能量 來 同學 我現在告訴你很簡單 你要發生光電效應 你要把電子打出去 是不是要先超過游離能 對不對 舉個例子 你呢 去Seven買麵包 對不對 你跟店員說 我這邊有5塊錢 你那個麵包25塊 那我可不可以買五分之一個麵包 把它去 要就25 不要拉倒 你剛才講說我有20塊 你可不可以賣我六分之五 五分之四 嘶 把它去 對不對 你剛才講說我有30塊 你可不可以沒有辦法 OK 沒關係 找你5塊錢 你要超過這個值 你沒有超過這個值 怎麼會發生光電效應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那以這個安閃的這個觀點來看 就是你的頻率必須要大於某個值 各位 你頻率大於某個值 就代表光子能量大於某個值 就是光子能量必須要大於這個所謂的游離能 你要是沒有超過這所謂的游離能 那基本上這件事根本不會發生 這很合理 不是嗎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雷納不能解釋 不是 古典物理就是沒有所謂頻率這樣的概念 沒有頻率的概念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到 古典物理說 它為什麼沒有辦法產生光電效應 對 能量不夠大 可是這時候就出現兩個分歧 安閃認為說我要加大頻率 可是在古典物理裡面並沒有光子這樣的概念 所以古典物理發現說 它沒有辦法產生光電效應 怎麼辦 能量多一點 什麼叫能量多一點 就是等久一點 照多一點 可是事實上等久一點照多一點 這件事還是不會發生 來 你看底下第五點 來 表哥打個星星 來 古典物理強度就是總能量 它並沒有所謂光子量子的概念 所以它沒有所謂低線頻率的概念 如果照射光沒有辦法產生光電效應 認為一 需要累積一段時間 第二 用更多能量 就是用更多這樣子的光去照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假設這小朋友不喜歡吃苦瓜 對不對 那古典物理認為說 他為什麼不喜歡吃苦瓜 扒下去 時間不夠久 等久一點 或者我給他吃 我給他送 送給他更多的苦瓜 他就會吃了 好 各位 這是古典物理 就是等久一點 要用更多這個光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頻率不夠就是不夠 這件事就是不會發生 你等再久照再多都沒有用 以近代物理的觀點來看 就是我們要換個水果 換個蔬菜 對不對 也許他就會吃 所以這就是古典物理 跟近代物理解釋不同 隔壁 量子論呢 強度是光子數 如果小於低線頻率 不論照多久 用更多 都沒有辦法產能光的效果 這就是解釋不同 這個本質上不同就是這樣子 來 重要細節一 所以你再仔細看一次 你就看懂了 只要大於低線頻率 不管光的強度多小 都可以產能光點 你喜歡吃 一點點都吃 可是第二點 小於低線頻率 不管光有多強 而且照再久都不會產生 你不喜歡吃 我放更多等更久都不會產生 這就是古典物理跟近代物理解釋的差別 第三 產生光電流的時間 對不對 是三乘以十的-九三秒 就是立刻的意思 一瞬間 第四 強度呢 再來一次 就是光子數 那沒事我們當然是以近代物理 就是以對的觀點來看 如果沒有特別講 預設就是以對的觀點來看 就是以新的觀點來看 不是以舊的觀點來看 來 隔壁呢 來 翻例第二題 來 第一題 九九學測 他說 安傘在二十六歲發表了三篇 對現代物理聲明一下 打成這樣子 來 二零五年 適逢發表論文一百年 聯合國特定二零五年為世界物理年 趕快安傘創建 二零六年嗎 在哪裡 還在牆上 對不對 好 二零六年 我覺得這個教育部也是很白爛 對不對 你知道他二零五年 台灣有二世界物理年的活動 結果你知道 這個教育部找誰去代言 你知道嗎 教育部應該找我去代言 對不對 答師你都不相信 你知道 教育部找誰去代言世界物理年活動 林志玲 他說 下列哪些是安傘狀況貢獻 發現光的直徑性 你覺得安傘發現光的直徑性嗎 噗 扒下去 直徑性兩千年前就被發現了 我告訴你 在中國裡面 有一個人就提到光的直徑性 誰 墨子 在墨子裡面就記錄到影子這件事情 墨子裡面記錄到真孔成像 那個像會上下顛倒 上下顛倒這件事就代表了光具有直徑性 對不對 墨子很厲害 對不對 他竟然這樣沒事嗎的觀察到光的直徑性 上下顛倒 B 光的色扇 來不對 這色扇是誰發現的 來 我告訴你 答案牛頓 C 證明光是電子波 那是誰 赫兹 D 提出光子說解釋觀念效應 對 1 提出質能互換的相關理論 對 沒錯 答案就是第一 來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來 第二題他說 光電效應是光具有粒子性的實驗證據 注意喔 這是粒子性的證據喔 那你說老師 波動性呢 就乾涉到車 就光的乾涉到車 就波動性 粒子性就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解決一個叫玻璃的像性 那以單色光照射金屬表面 那金屬表面呢 電子吸收入色光能量 部分用以克服金屬表面對電子的束縛 各位 就是這個 就是光環數游離能 老師 這個克服金屬表面對電子的束縛 那它是束縛能嗎 對 行星的話它叫束縛能 還記不記得脫離能束縛能 它確實是束縛能沒有錯 來 攝影能量轉換成電子的動能 從表面溢出成為光電子 所謂光電子就是被光打出來的電子 我先問你問題 這一句中文是不是就黑板上這個數學式 就是這個數學式 就是我這一句中文 對不對 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現在教授有時候就這樣 反正超出範圍就把公式給你 公式給你就不算超出範圍 來 A 選項 B 入射光的頻率 入射光的能量由頻率決定 頻率越高 能量越大 對 HNU 頻率越高 能量越大 對 B 入射光子的能量由光的強度決定 強度越大 頻率越高 同學 這個 前面那句話也不對 頻率 強度是光指數啊 強度是強度 頻率是頻率 沒有說所謂強度越大 頻率越高 這個不對 C 入射光子的頻率越高 光電子動能隨之增加 對 同學 黑板上頻率越高 動能越大 對 但是我先告訴你一件事啊 不能說成正比 為什麼不能說成正比 各位 它這裡就有個常數項 所以注意喔 考試說頻率越大 動能越大 對 但不能說頻率動能成正比 如果考試說頻率動能成正比就錯 因為考試一定會有這個右大項 我們高中的成正比 一定要直線而且過遠點 來 D 選項 入射光的強度越大 動能隨之增加 不對 動能是取決在頻率 不是強度 強度是光子數 那如果你問我說 老師 強度越大 什麼會增加 很簡單 電流會增加 就光子數會增加 說錯了 電子數會增加 各位 如果光子數越多 就打出來電子數越多 打出來電子數越多 打出來電子數越多 是不是電流越大 這樣懂得是嗎 對不對 所以光電效能每個物理量之間的關係要搞清楚 那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來 E 選項 用同一個單色光去照射 那光電子的動能跟被照射金屬材料種類無關 對不對 錯 當然是有關 有關 有利能 金屬基本特性 這樣懂得是嗎 所以這個題目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就是把光電效能所有的概念全部講一次 對不對 它全部考一次了 懂得是嗎 好來 同學 底下第三題 十九世紀末實驗發現光照射到金屬表面 會導致這個從表面溢出稱之為光電效能 那這個實驗是誰做的呢 那你可以說我剛剛講赫茲或者是蕾娜 那這個東西我們畢竟不是這個歷史學家 到底誰最早發現 就跟你說牛頓跟萊布尼茲啊 打說不要吵了啦 牛頓是抄萊布尼茲的嗎 對不對 沒有 大家都沒有抄襲 獨立發現的 好來 同學 所以呢 這溢出來 這叫光電效能 溢出來的電子就叫光電子 不要想太複雜 被光打出來的電子就是光電子 來 有關於光電效能的敘述和的正確 光電效能實驗結果顯現出光具有粒子性 對 B 阿恩斯坦 首先發現光電效能得諾娜獎 不對 第一 他不是先發現光電效能 他是解釋光電效能 如果他說解釋光電效能得諾娜獎可以 所以B 選項我剛剛講 你說誰最早發現光電效能得諾娜獎 這句話這樣講不完全對 就是我剛剛講誰最早發現赫茲 那誰因為做了光電效能實驗得諾娜獎 就是蕾娜 蕾娜是第五個諾娜獎得主 來 這個C選項 他說光照射到金屬板 每秒鐘的光電子數與照射時間成正比不對 這其實沒有關係 光電子數跟強度成正比 我用越多光子打出越多 越多所謂的電子 這跟照射時間沒有直接關係 各位 它所謂照射時間成正比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時間越久 電子越大 巴上去是不是會有能量熟了嗎 對不對 怎麼會照兩秒鐘兩倍 照三秒鐘三倍四秒鐘 這不合理 這不合理 來 同學 第一選項 那光照射到金屬板 當頻率低於某些值 無論光有多強 就是不會有光電子溢出 對 各位 我先告訴你 頻率低於某個值 就代表能量低於某個值 是同樣的道理 你頻率低於某個值 是不是能量低於某個值 什麼值 就是光氨數 對不對 你頻率大於某個值 其實就是 能量大於某個值 就是什麼 就是光氨數 對不對 所以它為了回避掉這問題 就是某特定頻率 對不對 那如果低於某個值 不論光有多強 都不會有光電子溢出 對 就沒有辦法產生 是不是 好來 這個一選項 如果光照射到金屬板 頻率高於某個特定值 即使光的強度很弱 仍然會有光電子溢出 對 你只要超過頻率超過某個值 就是能量超過某個值 對不對 這就會發生 對 好 所以E是對的 D也是對的 音選三項 那就是ADE 對不對 很簡單 對不對 因為它講音選三項了 所以這個消緒法 來 第四題 C 下列陳述的事實或現象 哪些與光電相應有關 好 這個現象呢 可以用阿恩斯坦提出理論解釋 對 來 B 利用靜電分離電荷 這個沒有關係啦 靜電感應跟光電相應沒有直接關係 C 可以驗證玻璃二相性 光的玻璃二相性 對 各位 那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這是光的粒子性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波動性干涉繞車已經有了 所以如果你再來一個粒子性 那就是玻璃二相性 所以C 相對來講可以選 因為有關嘛 對不對 來 第一選項 雷雨中閃電現象 這不對 這比較像摩擦起電 我們到第二章會者來看 蝙蝠捕捉昆蟲 這比較像超音波 其實這有點像繞射 有點像反射 你波過去呢 如果你撞得到 對不對 那你就收得到 就有反射波 所以蝙蝠發出來的超音波的波長 應該跟昆蟲的尺度接近 你說 不對 應該是遠小於昆蟲的尺度 這樣反射才會明顯 反射明顯的話 蝙蝠才抓得到 所以這跟繞射也有關係 對不對 你的波長超音波 為什麼蝙蝠要發出超音波 為什麼晶瑩要發出超音波 對不對 就是你的波長很小 所以撞到昆蟲 那昆蟲是不是很大 這就反射回來 反射回來是不是偵測到 如果今天昆蟲蝙蝠發出來的波長很大 那遇到昆蟲是不是變成繞射過去 那就偵測不到 這樣了解的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超音波 其實跟繞射有關 好 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物理 是不是要逐漸這樣累積 換人相扣 來同學 那我們翻過來 來108 來瞬間秒殺一下 來5-2 就是粒子的波動性 這就是所謂德布羅伊物質波 各位 我已經黑板上寫完了 就在這邊了 那德布羅伊呢 推測 它從鞍閃去推測 物質也應該具有波的特性 來 所以你可以寫也可以不寫 鞍閃光量子論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就是這一段 德布羅伊直接抄安閃的公式 就是這一段 這是安閃說的 這是德布羅伊說的 所以德布羅伊直接λ 叫什麼呢 λ加H除以P 好各位 那這裡面我告訴你 德布羅伊直接怎麼樣 直接說出這件事情 那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日常生活中為什麼看不到物質波 為什麼 各位 關鍵就在於這個H H叫什麼你知道嗎 H叫做6.626 乘以10的負三次方角 各位 我們有個簡單的數字 如果質量等於1 速度等於1 波長多少 哇 6.6乘以10的負三次四次方公尺 6.6乘以10的負三次四次方公尺 各位 6.6乘以10的負三次四次方公尺 橫大還是很小 超小的 原子是Ei 對不對 你搞到這樣子等於是比Ei還要再更小 Ei是10的負10 你是10的負34 這根本測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偵測到物質波 你只能拿什麼做實驗 我讓你猜 質量大還是質量小 你要偵測到物質波 拿質量大還是質量小 答案是什麼 質量小 你認識的什麼東西質量最小 答案就是電子 你知道電子質量多少嗎 各位 電子的質量 是9.1乘上10的負31次方公斤 水 龍生龍 鳳生鳳 老鼠生的兒子會打動 你負34 電子質量負31 負34 負31 這波長就變大了 波長變大是不是波動性比較明顯 我才測得出來 對不對 你波長這麼小就是波動性不明顯 你波長如果這麼小 波動性不明顯 所以你看隔壁物質波實驗基礎 人民不用計 但是你看中間實驗裝置 電子槍電子圈起來 隔壁電子數電子數圈起來 你要證明這個物質波的特性 就是要用這個所謂的電子 就是要波長怎麼樣 這個質量小波長比較大的東西 就是拿電子做實驗 來我們翻過來一頁 來翻例第三題公式只有這樣子而已 來第三題來打個小行星 這就是去年學測 各位這就是去年學測 各位範例第三題 他說圖二是水平射出電子數 經過雙瑕縫ABC圖 各位順利有個概念 電子經過雙瑕縫 其實就是乾涉了 那圖案不依比例匯制 那實驗結果顯現是出電子數目 是乾涉圖案 他已經告訴你了 那我剛講 來同學一步一步來 你看乾涉繞涉 光波一次解決 波這樣子過來 水 繞涉啊 兩個繞涉就是什麼 就是乾涉啊 對不對 你看水波槽 哇這個中央量文 第一量負線 中央負線 第一負線第二負線 對不對 屏幕 水 中央量文 你看我剛說給你看斑馬線 來如果是電子的話 物質波就是什麼 就是一種機率函數 出現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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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沒有矛盾 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這裡是亮文 光子出現在這裡機率比較高啊 為什麼這裡是暗文 因為光子出現在這裡機率比較低啊 是不是 沒有矛盾啊 強度不就是光子數嗎 你為什麼這裡是亮文 就是出現在這裡機率高啊 你為什麼這裡是暗文 出現機率低 沒有矛盾啊 是不是 來同學 所以呢我底下是有ABC這個圖 對不對 你看光子一顆一顆打 電子一顆一顆打 A滿天星看不出來 可是到了C 是不是就出現乾涉的圖案 各位注意喔 這個圖案是乾涉喔 題目也跟你講乾涉了 來A選項 他說 若在乾涉暗帶的電子 通過遐縫時速率呢 比亮帶的這個電子來的小 對不對 不對 亮暗不是取決在速率 那是取決在出現的機率 B 電子數目出現乾涉的圖案 是電子之間靜電力造成的 哇 很多人會被騙 錯 答案是本池 本池 各位 不是因為我們互相干擾 我現在告訴你 你一顆電子打出去 你等10秒鐘再設第二個 沒有干擾 它一樣會出現這個圖案 懂嗎 所以很多人會選這個B喔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考試你要先問一個問題 它會不會是一種誘答向 對不對 今天假設一個很漂亮的妹妹 突然衝過來找你 她會不會想騙你的錢 她會不會是詐騙集團 有可能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的答案 你必須要去想一個問題 它會不會是誘答向 B不對 絕對不對 來 C 本實驗產世了電子具有粒子性 錯 乾涉是波羅特性 懂嗎 所以我為什麼要先講波動 懂了嗎 對 你不能說老師 第六張最重要 第五張最重要 你為什麼先講第五張 不是 因為我們有個順序性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物理課程怎麼改 不管教改怎麼改 課程怎麼改 有個東西幾乎不會變 就是物理不會變 我們物理必須要造一個順序 你不造那個順序整個邏輯會不對 對不對 你看我 我還沒有講運動學 我沒有講力學 這些跟運動學力學 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先要先從波動開始講起 那波動就要從電開始講起 來同學 第一選項 電子的速度不同 會造成乾涉突然的改變 你看 這就是去年的整議題 大家一本想 速率不同 波長是不是就不同 波長不同 某種程度來講 乾涉突然就不同 可是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說教授不講武德就是這樣子 這個一個間隔 我先告訴你 這個間隔叫ΔY 這個ΔY叫D分子Δ 我們將來會推倒這個公式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連鎖反應 你速率 電子的速率影響到電子的物質波波長 而電子的物質波波長 就會影響到條文的間隔 就會影響到分布 那教授說我們就說這超出克剛 教授說 沒有超出克剛 為什麼沒有超出克剛呢 因為就是沒有超出克剛 有沒有超出克剛 對不對 記者就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說 就算有 道中也不會承認 記者就笑一笑 哨 把他去 懂了嗎 所以像今年分科試驗 我都沒有提出申訴 為什麼 你跟他argue超出克剛這件事沒有意義的 教授說 教授只要答案對 他就對了 他剩下都不講了 對 所以懂得說 只要答案對 基本上就是不用再爭議了 教授不會去改這個答案了 不會去改這個答案了 有沒有超出範圍 他自己會決定 來 一選項 那每一個電子 可以確定每個電子是有哪個狹縫 通過答案不行 就是機率 機率 來 同學答案就黑板上 你看就都在這裡了 所以我剛講 原則上以我講的為準 你看課本 這個沒有用 對不對 因為課本講的太少 教授考的太多 對不對 敵人又很雞巴 你沒什麼超出方法 所以我們就來看隔壁110頁 這就是所謂的玻璃有像性 那這個波爾呢 他的理論在1924年博士論文發表 那我來問大家 你有個概念 安因散什麼時候提出相對論的 1905年 所以1924年等於是 安因散提出相對論以後20年 那你說老師 什麼是物資波啊 對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那安因散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德波瑞的博士論文就是 被寄給安因散 安因散說我也不知道 安因散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難過 你說老師我也不知道 對你跟安因散投合等級 因為安因散也不知道 但是安因散認為這個理論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個他推倒沒有推錯 對 第二個超超超安因斯坦 好 那基本上問題來了 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後人也許可以解決 所以到底什麼是物資波 而物資波的傳播到底有什麼結果 1926年水丁閣有沒有聽過 水丁閣的貓 那因為我們的翻譯非常複雜 通常翻譯成薛丁閣 薛丁二 但是我們的課本翻譯成水丁閣 那你說老師 那翻譯成薛丁閣會比較好 我覺得也不會 因為大家會以為薛丁閣姓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水丁閣還不錯 薛丁閣 然後呢 他跟1933年 他跟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 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被尊稱為量子力學之父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爸爸 現代科學之父 加利略 對不對 電磁學之父 馬克思威 那量子物理學之父 量子物理學之父 兩個人水丁閣狄 狄拉克 原子彈之父 兩個人 一個人叫什麼 一個叫費米 一個叫歐本海默 好 來 那他先解決第二個問題 提出的叫水丁閣波動方程式 那你先不要去管這什麼叫波動方程式 其實他就是波 簡單說波動方程式就是波 就是波動 半年後呢 這個人叫波恩 注意喔 不是波爾喔 他是波恩 他提出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 他說物質波不是力學波 是彈性物質在空間的分布 也不是電磁波 是電磁場在空間的分布 來 這一句話你把它畫起來 物質波是一個 是一種在空間中出現物質 或者是電磁的機率分布 那我先告訴你 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 你想想看這一句話也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嘛 你說為什麼它叫量文 因為光子出現機率高嘛 為什麼它叫暗文 出現機率低嘛 所以你講的物質波是什麼 物質波就是你要告訴我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彈簧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波峰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波谷 那電磁波一樣啊 你要告訴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電場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磁場 那什麼是物質波一樣啊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電磁啊 以前你會跟我講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彈簧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繩子 電磁波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電場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磁場 現在就講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電磁 其實都是同樣的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用波的概念去描述 確實是比較接近的概念 所以其實就是出現機率嘛 我說每件事都是機率啊 我等一下出去會不會測試狀死 會啊 這很悲哀嘛 安倍晉三那天出門 他也覺得他會死掉嗎 不會啊 給他隔啦 對不對 人生總是有各種 所以它就是一個機率函數 來翻過來 水 我後來還是決定把這一張放進去了 就是我之前有空的話給大家看過 1927年齁 因為後來我算了一下下 其實這張照片沒有關係 叫本你是不是抄襲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版權法規定 西方一般來講是規定就是70年 你懂什麼 所以你說我們抄孔子算不算抄 就法律來說不算抄 所以這張照片是在1927年拍的 過70年就是1997年 所以這張已經沒有版權了 我們亂抄都沒有關係 我印在黑板上印在書上其實不需要 這就是他們在開會討論的 1927年大家在討論這問題 來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各位就在黑板上 來第112頁 那波爾呢 1927年夏天波爾 在意大利北部科莫國際會里 這個波爾就是波爾圈子模型的波爾 來同學 他提出了互補性原理 他說波列相性是來自於人類 人們日常生活中 所得來波跟粒子兩個古典概念 在原子領域還沒有被發現之前 用粒子來描述電子 跟用波來描述電子 都很恰當 那原子領域出現以後 只用這兩個名詞來描述 這個就不夠 各位也就是說 古典物理出現了兩個聚觀的概念 一個是粒子性 一個是波動性 可是呢 原子領域為觀世界接受以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是光譜 來同學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其實你講的粒子性波動性 就是兩個極端 好這是粒子 這是波動 可是我們現在面對到的 就是中間這個範圍 就是中間這個範圍 以前討論的古典物理 是兩個極端聚觀世界 我們現在討論是中間 所以你變成要同時考慮波列相性 波列相性 來同學 他說某些情況下 可以用波動來描述 某些情況下 可以用粒子來描述 那波的概念來描述的時候 粒子性不顯著 粒子性描述概念說 波動性不顯著 波跟粒子的特性應該是互補的 各位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下面是不是有點空白 答案就是這一行 就是這裡 所以你看我剛剛已經寫完了 阿恩斯坦說 P叫H除以Lambda 德布羅伊說Lambda叫H除以P 波爾說不要吵 你們講的都不太對 應該這樣才對 Lambda乘以P等H 好吧 第一件事我說過 什麼東西才有資格叫量子力學 有普朗克常數 沒有普朗克常數不叫量子力學 波動性大粒子性小 波動性小粒子性大 波動性大粒子性小 波動性小粒子性大 這就是波略相性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還蠻合理的 那這個波爾呢 波略相性問題明朗以後 水丁格跟波爾理論 逐漸被大家解釋 這是廣義的力學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圍觀的狀態 我們沒有辦法很精確地去描述 他到底怎麼動 不能像F等MA一樣去預測他的行為 那我們算的是什麼 機率 機率 就是他出現在這裡機率比較高 出現在這裡機率比較低 他是機率 所以你告訴我 記不記得小時候學過 像化學 我們要從原子的軌道 改成原子的軌域 對不對 所以波爾講了呢 以前的概念就要修改 所以以前大家說軌道 電子繞原子轉 軌道現在不是 因為電子有可能會這樣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能說 這個地方啊 就是ES啊 ES就是什麼呢 就是出現機率高 後面有沒有可能出現 有 機率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機率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所以以前我們電機系 工學院都要學什麼呢 都要學機率 就是我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學的數學 大學不會再學了 大學不是在教這個數學 大學是教微積分 但是呢 像我們會再把 如果是有特殊領域的話 像比如說舉個例子 像電機系 就要特別在學什麼呢 在學 這個 負變 負數 更號負一 對不對 再學機率 再學信心代數 再特別學微積分裡面的微分方程 就是普通一般的數學不會再講 什麼數論啊 那不會再講 就是你有特別需要 像統計學也是特別的一個數學 我們有需要的部分會特別去講 所以像我們就會特別在學機率 那不會再去講那些什麼 因為高中那種機率 都是那種Y7-8的那種題目 對不對 大學比較像是 我們在講理論的部分 不再講那種怪怪的題目 來 那大學 通常也都是考證明題 來 隔壁範例第四題 那這個光呢 投射在金屬表面 產生光電子 利用磁場呢 去引導 而且選出 具有相同速率的電子 讓它經過單轄縫以後 那能夠在這屏幕上呢 產生這個所謂的繞射圖案 來 第一件事情 這是乾射 那什麼是繞射呢 繞射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是繞射的話 我剛剛講 繞射出來就是類似像這樣 但繞射出來的圖會變成是 裝亮紋 第一亮紋 第二亮紋 第一亮紋 第二亮紋 我再講一次 這是乾射 這是繞射 這個比較好解釋 這個比較難解釋 所以我們稍微先記一下結果 這叫繞射乾射 不過這題其實跟這個圖案沒有直接關係 反正乾射繞射都是波的特性 我們到時候物理光學再來討論乾射繞射的差別 簡單說 單轄縫就是繞射 雙轄縫就是乾射 簡單的區別是這樣 但是後面你會發現 其實乾射繞射也是兩個極端 乾射繞射也是兩個極端 這以後再告訴你 我們也是有中間值 你現在講的單轄縫 雙轄縫 其實也是兩個極端值 好 各位中庸知道 他說需要利用到光跟電子的波動性 我先告訴你第一句話 光照射到金屬表面產生光電子 這應該是光的粒子性 這是光的粒子性 對不對 光電效應 好 然後呢 利用磁場去選出具有相同速度的電子 我覺得這個是電子的粒子性 好 電子的粒子性 再經過狭縫出現繞射 這是電子的波動性 所以這裡面描述到的就是光的粒子性 以及電子的粒子性 以及電子的波動性 來A選項 他說需要用到光跟粒子的波動性 各位 我覺得A不能說錯 不能說錯 但是這個題目有沒有利用到光的波動性呢 好像沒有直接講到 對不對 那題目講的一句話叫最適當 什麼叫最 那A先擺著 B 利用到光的波動性 以及電子的波動性 可是這裡面沒有特別講到光電子 應該是粒子性才對 光的粒子性 來 C 選項 需要利用到光的粒子性 以及電子的波動性 A B C 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就是 C 懂嗎 至於第一 他說不需要利用到電子的波動性 或是不需要利用到光的波動性 這個一定不會對 所以答案就是 C 就這樣打嘴炮 你說打嘴炮 就是這樣的概念而已 大家要了解為什麼 對不對 好 你看 C 瞬間秒殺 來翻過來 那我告訴你我們的課本 其實我覺得編得還是有點爛爛的 前面講得好好的啊 對不對 他怎麼突然冒出一個原子光譜 對不對 這跟原子光譜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我覺得課本就是有點爛爛的 你看我沒有那個 我完全造課綱 你看 你翻回來108課綱寫什麼 你看第98A 98A 98A呢 第一個光電效應 對不對 第二粒子的波動性 你看我是不是造課綱 對不對 那我當然我低個黑體幅之後 課剛沒有講 但是我還是講的 對不對 因為考試嘛 幹 照考 好 關聯效應 粒子的波動性 波略相性 原子光譜 幹 媽的 這個原子光譜有什麼關係 前三個跟光譜一點關係沒有 你現在講這個東西 應該要講鬼譽這件事情 鬼譽這件事情 對不對 電子雲 從鬼道變鬼譽 你怎麼突然講一個光譜這件事呢 其實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他這個講的實在是有點那個 他其實只是要講不連續這件事情 你懂什麼 他跟波略相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只是要講說 在量子力學裡面 所謂不連續這件事情 來 同學 所以其實 你可以在這個五之四原子光譜上面寫一下 他其實只是要講 就是不連續這件事 不連續呢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量子 他跟剛剛講的什麼波略相性機率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要放在第二章 就是 拉塞福是不是提出一個原子模型 可是拉塞福他認為這個軌道 應該是屬於連續性的變化 可是波爾說其實不對 他只能夠在特定的軌道 來 同學 這特定的軌道就有點類似 n等於1 n等於2 n等於3 特定的軌道 是這個 他講說 3到2是不是會發出一個頻率 對不對 2到1呢 比如說會發出 3到1會發出一個頻率 這個是一個頻率一個頻率 他其實只是要講這個東西而已 他只是要講這個 這怎麼會講原子光譜呢 怪怪的 那原子光譜就是要先從什麼呢 來 同學 這個140頁最上面 那物理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 就化約論嘛 對不對 再解決複雜的問題 來 所有的原子哪個最簡單 氫嘛 來 這不連續的軌道叫什麼呢 就是能接 等於是我們稍微把第二章呢 再稍微幫你複習一下 波爾圈子模型呢 有能接穩定態 對不對 能接是不連續的 那高能接到低能接就是發光 就是兩件事 對不對 就是它有能接 能接不連續 能接到能接月圈就是不連續 就是發光 來 同學 那我剛講過 這個東西不用特別背 回到1的叫萊曼系 回到2的叫巴爾曼系 回到3的叫做帕森布拉克普恩德 這不用特別背 但是有一個東西理讀上各位要記 哪一個普縣最早被發現 就是巴爾曼系 巴爾曼系 為什麼 因為巴爾曼系有四條可見光 有四條可見光 那來 翻過來 備註第一點 巴爾曼系呢 來 第一個 巴爾摩系 巴爾曼 是最早被發現的普縣 四條落來可見光 同學 但不是巴爾摩系 都是可見光 我先告訴你 它是四條可見光加紫外線 第一個邏輯 巴爾曼系都是可見光 錯 它是可見光加紫外線 可見光都在巴爾曼系 對 萊曼系 帕森系 布拉克普恩德 都沒有可見光 三 萊曼系都是不可見光 對 我先告訴你 萊曼系都是紫外線 那不可見光都在萊曼系 錯 每個普縣都有不可見光 連巴爾曼系都有不可見光 來 思考問題一 在第N個能階會發出幾條萊曼系的普縣 來 各位 這個化學有沒有講過 這個 化學有沒有講過 萊曼系就是回到N等於1 那這個就看一看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 這個北模很喜歡考的東西 就N-1嘛 來 幾條巴爾曼系的普縣 就是N-2 N-2 來 那幾條普縣呢 來 有沒有學過排列組合 CN取2 就這樣 是不是1到N嘛 取一個粗能階 末能階 對不對 高能階到低能階 就CN-2 好 結束 就這樣很簡單嘛 來 底下第五題 當氫原子呢 從3這個受機態 越遷回低能階的過程中 第一個 發出幾種光子 簡單 C3取2 三種 來 λ1 λ2 λ3有什麼關係 N-1 N-2 N-3有什麼關係 來 同學答案 HN-1 就等於HN-2 加上HN-3 來 這個是利用到阿因斯坦 光子的概念 HN-1 HN-2 就是能量什麼 HN-1 3到1 就等於3到2加2到1 3到1的能量就是3到2加2到1 來 那這裡呢 就是HC除以λ1 HC除以λ2 好 加上HC除以λ3 好 看得懂嗎 對不對 來 同學 那我告訴你 這個 古代的光譜學家他們很厲害 他們發現一件事 你算出來呢 波長不能相加減 但是波長的導數可以相加減 就是光譜學家 巴爾麥系帕森這些人 他們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波長不能相加 但波長的導數可以相加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 因為波長的導數代表的是頻率 頻率就是在本能量 所以能量可以相加 所以能量是物理老大 為什麼到處都是能量 波動也是能量啊 對不對 好 來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 哪一個是屬於可見光呢 好 就是什麼呢 就是3到2這個 3到2 那我先告訴你 可見光只有4條 這個也不用特別去記面 有個印象就可以了 就是化學 這也不會特別去講 物理將來我們會證明 就是3到2 4到2 5到2 6到2 只有4條 就是這4條 就是1 2 3 4 就是這4條 好 就這樣 就當小常識就好了 考試我想可能也不太會考這麼細 好 你看莫名其妙 第五章就講完了 所以這個章節分布不均 你回去呢 把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把那個 歷階學生物理事理把它做完 我們下次會把第六章 也差不多半節課就講完了 那後面我可能會再快速講一下 後面那個探究與實作 不過大好中心的參法試卷 其實考出來跟實際考的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很難猜 好不好 好 下午沒事你也可以再補習班 仔細一下下 好 那我們下禮拜這本把它上完 那之後我們就看1 2 3 1 2 3就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試講完以後就鬆了一口氣了 好 回去好好再唸一下好不好 好 再見